序章 大荒 夜已深 漆黑一片 景物不可见 但山中并不宁静 猛受咆哮 震动山河 万木摇颤 乱叶速速坠落 群山万鹤间 洪荒猛受横行 太古一种出没 各种可怕的声音 在黑暗中此起彼伏 直欲裂开着天地 山脉中 远远望去有一团柔和的光影线 在这黑暗无尽的夜幕下 与万山间犹如一点烛火在摇曳 随时会熄灭 渐渐接近 可以看清 那里有半截巨大的枯木 树干直径足有十几米 通体焦黑 除缺半截主干外 它只剩下了一条柔弱的枝条 但却在散发着生机 枝叶晶莹如绿玉克城 点点柔和的光扩散 将一个村子笼罩 确切地说 这是一株雷积木 在很多年前 曾经遭遇过通天的闪电 老柳树巨大的树冠 与旺盛的生机被摧毁了 如今地表上 只剩下八九米高的一段树桩 粗得惊人 而那仅有的一条柳枝 如绿霞神殿般 光运弥漫 笼罩与守护住了整个村子 令这片棲居地朦朦胧胧 游若一片鲜香 在这大荒中显得很神秘 村中各户都是石屋 夜深人静 这里祥和而安密 像是与外界的黑暗 还有寿吼隔绝了 屋 一阵狂风吹过 一片巨大的乌云横空 遮住了整片夜空 挡住了那仅有的一点心滑 山脉中更加黑暗了 一声凶利的琴鸣 自高天传来 川津烈石 竟源自那片乌云 细看它居然是一只 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巨鸟 遮天避月 长也不知多少里 路过石村 它俯视下方 两只眼睛宛若两轮血月般 凶器滔天 盯着老柳木看了片刻 最终飞向了山脉最深处 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半夜 大得颤动了起来 一条模糊的身影 从远方走来 竟与群山齐高 莫名气息散发 群山万鹤死一般的寂静 凶情猛兽皆折服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静了 这是一个拥有人形的生物 直立行走 庞大的金人 身高比肩山月 浑身没有毛发 通体密布着金色的鳞片 熠熠生辉 面部很平 只有一只树眼 开河间 像是一道金色的闪电划过 犀利射人 整体血气如海 宛如一尊神魔 他路过此地 看了一眼老柳木 稍作停留后 似乎急于赶路 最终快速远去 许多山峰 被其脚步阵的轰鸣 山地剧烈颤抖 黎明 一条十米长 水桶粗 荧光灿灿的蜈蚣 在山中蜿蜒而行 像是白银胶筑而成 每一节都赠量而争鸣 划过山石时 铿锵作响 火星飞溅 但最终 他却避过了石村 没有侵入 所过之处 黑雾翻腾 万寿必退 一根散发着银鹰 绿侠的柔弱柳条 在风中轻轻摇曳 前面还有一个序章 大家不要漏看 石村 位于苍茫山脉中 四周高峰大鹤 茫茫群山巍峨 清晨 朝霞灿灿 仿若碎金一般洒落 沐浴在人身上暖洋洋 一群孩子 从四五岁到十几岁不等 能有数十人 在村前的空地上 迎着朝霞 正在哼哈有声地锻炼体魄 一张张稚嫩的小脸 满是认真之色 大一些的孩子虎虎生风 小一些的 也比划得有模有样 一个机体强健 如虎豹的中年男子 穿着瘦皮衣 皮肤成骨铜色 黑发披散 炯炯有神的眼眸 扫过每一个孩子 正在认真指点他们 太阳出生 万物出始 生之气最盛 虽不能如传说中 那般参霞石器 但这样银霞断体 自也有莫大好处 可充盈人体生机 一天之际 在于晨 每日早起多用功 强筋撞骨 活血练筋 将来才能在这苍蟒山外中 有活命的本钱 站在前方 指点一群孩子的中年男子 一脸严肃 认真告诫 而后又喝道 你们明白吗 明白 一群孩子中气十足 大声回应 山中多史前生物出没 时有遮蔽天空之巨翼横过 在地上 头下大片的阴影 亦有荒兽立于风上 吞跃而笑 更少不了各种毒虫服刑 异常可怖 明白啊 一个明显走神 慢了半拍的小家伙 乃生乃气地叫道 这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只有一两岁的样子 刚学会走路没几个月 也在跟着锻炼体魄 显然 他是自己凑过来的 混在了年长的孩子中 分明还不应该出现在 这个队伍里 小家伙口中发声 嫩嫩的小手臂 卖力地挥动着 效仿大孩子们的动作 可是他太过幼小 动作歪歪扭扭 且步履蹒跚 摇摇摆摆 再加上嘴角间残留的 白色奶渍 引人发笑 一群大孩子看着他 接几眉弄眼 让原本严肃的 沉练气氛 轻缓了不少 小不点长得很白嫩与漂亮 大眼睛乌溜溜地转动 整个人像是个白瓷娃娃 很可爱 稚嫩的动作 口中咿咿呀呀 憨态可居 这让另一片场地中 盘坐在一块块巨石上 正在吞吞吐天津的一些老人 也都露出笑容 就是那些身材高大魁梧 上半身星号星号 几见光亮并隆起的成年男子们 也都望了过来 带着笑意 他们是村中最强壮的人 是狩猎与守护这个村落的最重要力量 也都在断体 有人握着不知名的巨瘦骨骼 打磨而成的白骨大棒 也有人持着黑色金属铸成的扩建 用力舞动 风声如雷 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多洪荒猛兽毒虫 为了食物 为了生存 很多男子还未成年 就过早夭折在了大荒中 想要活下去 唯有强壮几身 清晨用功 无论是成年人 亦或是老人与孩子 这是每一个人 自幼就已养成的习惯 收信 负责督促与指导孩子练功的中年男子 大声喊道 一群孩子赶紧认真了起来 继续在柔和与灿烂的朝霞中锻炼 呼 一压 累了 小不点长出了一口气 一屁堆坐在了地上 看着大孩子们锻炼体魄 可仅一会儿功夫 他就被分散了注意力 站起身来 摇摇摆摆 冲向不远处 一直正在蹦蹦跳跳的五色雀 结果磕磕绊绊 连摔了几个屁堆 倒也不哭 气呼呼 哼哼唧唧爬起来再追 好了 收工 随着一声大喝 所有孩子都一阵欢呼 揉了揉酸疼的手脚 而后一哄而散 冲向各自的家中 准备吃早饭 老人们都笑了 自巨石上起身 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 则是一阵笑骂 数落着自己的孩子 拎着骨棒与扩建 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 石寸不是很大 男女老少加起来 能有三百多人 屋子都是巨石砌成的 简朴而自然 在村头有一节巨大的雷击墓 直近十几米 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 已经在朝霞中演去了荧光 变得普普通通了 哦 居然有土龙肉 给我一块 这些孩子都很活泼与好动 即便吃饭时 也都不太老实 不少人抱着桃碗 从自家出来 凑到了一起 石村周围草木风貌 猛瘦众多 可守着大山 村人的食物相对来说 却算不上丰盛 只是一些粗麦饼 野果 以及孩子们碗中少量的肉食 事实上 食物不充裕 对于石村来说 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山脉中十分危险 那些异兽凶情 过于强大于恐怖 每一次去狩猎 都可能会有人丢掉性命 如果有选择 村人是不愿进山的 因为进山就意味着 可能会有流泻与牺牲 食物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宝贵 容不得浪费 每一个孩子从小 就懂得这一点 饥饿 食物 狩猎 性命 鲜血 这些是相连的 村头是老族长 石云峰的院落 由巨石堆砌而成 紧挨着焦黑 而巨大的柳木 院内的灶台前 桃罐内白色枝叶沸腾 奶香扑鼻 他正在熬煮兽奶 此外不时将一些药草等投放进去 以木勺慢慢搅动 不多时 老人喊道 小布点 过来吃东西 小布点在半岁时就失去了父母 是吃百兽奶长大的 而今已经一岁零几个月了 若是寻常的孩子 早该断奶了 而他却依旧吃得很香甜 不肯断掉 常被大一些的孩子取笑 咿呀 呼 跑不动了 他一直在切而不舍地追那只五色雀 早已气喘吁吁 此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小布点吃奶了 一群大孩子起哄 你们这群小皮猴子 还不都是从他这个年龄过来的 老组长笑骂道 我们可没有在一岁半时还在吃奶 嘿嘿 面对大孩子的取笑 小布点憨憨地笑着 黑亮的大眼眯成了月牙状 毫不在乎 坐在桃罐前用木勺咬奶 吃得很香甜 早饭过后 村中几名年岁很大的老人 一起来到族掌石云峰的院子中 虽然早已虚发皆白 但精气神都还很足 最近不太对劲啊 深夜总是有大家伙路过 动静实在太大了 这山脉深处 一定发生了什么 嗯 昨天夜里 我被惊醒了几次 皮股发寒 一定是有什么洪荒凶兽与大虫 从这里路过 几名老人先后开口 他们或猝眉或深思 讨论最近的一些危险征兆 觉得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这大荒深处 可能出了了不得的东西 引起了周围地域 一些太古一种的注意 纷纷赶过去了 老族掌石云峰 私存后说道 该不会是出了山宝吧 一个老人顿时瞪圆了眼睛 虚发结张 露出金融 其他人也都露出一色 眼神火热 但很快又都熄灭了 谋中的火焰 那种东西 不是他们能得到的 远在山脉最深处 没人进得去 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能活着进出一趟 山中各种强横物种出没 即便石村所有人起闯 也连一朵浪花都不会泛起 族长 我们已经有些日子 没有进山了 就在这时 一个雄壮的成年男子走进院中 他是狩猎队伍的头领 也将是石村的下任族长 最近有些不太平啊 老族长石云峰皱眉 可是食物真的不多了 石灵虎道 他身材极为高大 两米有余 背着一口三百余斤的扩建 整个人撞得如同一头人熊 浑身骨铜色的肌肉一块块 如一条条蛇蟒在游动 娃子们需要长身体 不能饿着 得想些办法 有老人开口 虽然夜里不平静 但白天倒是没有什么异常 我带些人出去 小心一点应该没问题 石灵虎道 最后几十名青壮年男子 在村头集合 由族长石云峰 带着来到旁边的雷姬墓前 对着老柳树认真祈祷 祭灵 请保佑族人 让孩子们打到肥美的猎物 平安归来 我们将以虔诚的心 世代祭祀与供养你 开始上传了 每一个点击 推荐 收藏 都对这本新书很重要 让本书冲起 离不开每一位兄弟姐妹 需要大家的支持 另外 今天晚上八点 大家可以来歪 歪2579万 我也去 还有 谢谢飘红与打赏的 所有兄弟姐妹 在族长与一些老人的祷告下 所有青壮年 都露出郑重之色 进行礼拜 而不少妇孺也都赶了过来 默默祈祷 祈求去狩猎的亲人 可以无恙地回来 山脉中太危险 离开柳墓守护的村子 外面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里充满了恐怖的猛禽与巨兽 就这样 村中最强壮的一批人 背着巨躬 带着阔剑出发了 走进了山川大则间 顿时一股大荒气息迎面扑来 目送狩猎队伍离去 老族长石云峰 领着一群孩子 来到村头的草地上 盘坐下来 道 好了 你们这群匹猴子 也该用功学习了 一群孩子 顿时愁眉苦脸 一个个眉睛打彩 不情不愿地围坐在了四周 像是晒粘了的叶子一般 族长爷爷 那些鸟纹龟字 像鬼怪符一样复杂 实在难学 用心记它做什么 就是啊 还不如阿爸教我的剑法有用吗 一群孩子 全都是苦瓜脸 很抵触 你们这群娃子 真不小势力 古文是强横的太古一种 天生显化在骨骼上的符号 蕴含了神秘莫测的力量 多少人 想学都没有门路 一旦学有所成 不知会比你们的父辈 强大多少倍 老族长恨铁不成钢 数落他们 族长爷爷 你为我们演示一下 古文的力量吗 有一个稍大些的孩子说道 小不点过来 族长冲着远处喊道 小不点追完五色雀后 正在脉里 拉扯一条大黄狗的尾巴 文言迷糊地转头 松开手后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眨动着明亮的大眼 道 一压一压 族长爷爷什么事啊 将我教你的那个古文使用出来 时云风道 好呀 小不点很听话 伸出两只小手 闭上嘴巴 浑身不断用力 憋得小脸都红扑扑了 嗡的一声 他的手心出现一块光亮 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文字 像是以金属胶筑而成 拥有一种金属光泽与质感 很快另一只手也出现了 小不点上前走了两步 将一块比他还高的青石抱了起来 真厉害 一群孩子惊呼 那才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家伙 怎么能搬起这样一块不小的石头 小不点 你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吧 大孩子逗他 依呀 是的 力气都用光了 小不点扔下青石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没心没肺地笑着 很纯净 而手心的符文则迅速暗淡 消失 组长爷爷 这就是你十几年来研究的神秘古文力量 一群孩子双眼放光 与不久前兴趣缺缺的样子 截然不同 别兴奋 这些只能引你们上路而已 比古代传说中出现的天古文还差得远 老人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组长爷爷给我们讲一讲外面的世界吧 一群孩子露出西迹之色 石村中所有人都知道 老族年轻时 曾与村中十几个强大的族人 去过遥远的大地尽头 在外界闯星号星号过 可是十几年前 只有两个人满身是血地回来 其中一人没多久就死去了 唯有石云峰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些年 他一直在研究神秘的古文 不时以村中体质强的人做试验 这些孩子清楚地知道 他们那些强壮如虎龙的父辈 每次被叫去时 都会在那座石院中发出阵阵令人心颤的嚎叫 让这些孩子过早地产生了抵触与敬畏之心 直到今年老族长的研究缓和下来 才不怎么令村人害怕了 而且 那吃百寿奶与百家饭长起来的小不点 被他领养了 成为了最好的研究人选 外界啊 老人露出回忆之色 一阵出神与怅然后才到 世界太大 广袤无垠 从一域到另一域动辄数以百万里 没人知道真正有多么广阔 一个人徒步走上一辈子 也走不出一域之地 大荒茫茫无尽 人族不同地域间很难通信往来 因为实在太危险了 大地上强横物种诸多 可怕而神秘 纵然是几十万人的部落 或者宏伟的巨城 也可能在一夜间被几头太古一中毁掉 当然 也有强大到难以想象的人类 媲美其他物种的绝顶战力 神威无匹 可称之为人族天骄 一群孩子心有敬畏 同时也很向往 对未知的世界感到好奇 有人问道 大地山川间 有能让人一夜脱胎换骨的地堡与仙耀吗 人族最厉害的天骄 有多么大的威势 老人笑了 想知道的话 就让自己先强大起来 我们如果掌握了古文的神秘力量 就能去闯天下个狱吗 有些孩子露出憧憬之色 时音风摸了摸一个孩子的头 道 不要说其他个狱 就是我们这一狱 若是有其人 能横穿一半疆土 救了不得了 所有孩子都发呆 我能做到的 仅是把你们引上路 以后究竟走到哪一步 要看你们自己 我教给你们的东西 应该不会比外界同龄的孩子学到的差 老人说到最后 眼中露出一光 摸了摸怀中 一块奇异的玉骨 一群孩子围坐在老族长的身边 终于收心 开始认真聆听教诲 一直到午时才散去 太难了 族长居然说要几年 才有个别人 能将少许古文化入体内 而大多数人 可能永远不会成功 可是小不点才斗钉那么大 他居然做到了 小不点很无辜地眨巴着大眼 而后又去拉扯那条大黄狗的尾巴了 大黄狗则更无辜地 汪汪叫了起来 红日西坠 在夕阳的余晖中 整片石村都被染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 远处园体虎啸 而这里大片的石屋 却宛如远古神庙般神圣 祥明 数十人出现在地平线上 被夕阳在地上拉扯出长长的影迹 而身体的轮廓 则被晚霞镶上了道道经边 显得无比高大于雄健 几乎每一个人都拖着一头巨大的猛兽 满载而归 回来了 早已站在村头等待多时的一群妇孺 一阵欢呼 心中的不安与黄剧 一下子消失了 大声地呼喊了起来 阿爸他们平安回来了 天哪 竟然有这么多的猎物 真是一次罕见的大丰兽 这次狩猎非常成功 几十名成年男子都有所获 猎物中有体型庞大的龙脚像 有壮弱牛的独足魁兽 还有水桶粗细 并生有双翼的飞马 村中的老人们露出金色 这些生物平日间很难对付 有些称得上是凶兽 而今日却被猎杀了这么多 血迹斑斑 实在出人意料 比如那龙脚像 像身尖弱铁 铁毛都难以刺透 一双龙脚 更是锋利如钻刀 能将巨石轻易粉碎 而那魁兽奇音如雷 若在境前 可将人活活镇死 至于那类声巨异的飞马 则是山林杀手 可以突然自一座山头 扑杀而下 极其可怖 猎物中还有几种更厉害的生物 如通体赤红的双头火烯 血脉不纯的皮羞 这些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凶兽 发现它们后 应该远远地绕着走 大尔金却被猎杀了 严重不符合常理 这次真的十分幸运 我们满载而归 却没有一个人受伤 狩猎队伍中的头领石灵虎 畅快大笑 向族长与村人解释 这几日夜间 山脉中有超级巨兽路过 地动山摇 才死 踏伤了很多山兽 白天它们一路追踪 击杀了不少重伤的凶兽 这些在平日 都是需要村人躲避的强横生物 山中有些大脚印的形状 类似人族 但是真的太大了 足有近百米长 那么大 村人们惊呼 这实在是一字 骇人的消息 就是村中的老人文言 都不禁倒吸冷气 越发认定 山脉深处 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将大荒附近的一些 太古衣中引来了 不管怎样说 这是一次大丰收 族人都满心欢喜 石村中充满了孩子的嬉笑声 一片喜悦的气氛 族长石云峰 带领众人走向柳木 抬着数十巨兽师来到敬前后 将所有血迹斑斑的凶兽 都放在了石台上 显然这是一个大型祭台 祭台以巨石器成 很开阔 紧灵折断的老柳树而建 此时上面堆积满了猛兽 如同一座小山似的 鲜红的兽血染红了巨石台 沿着石面上的刻涂而躺 红燕燕 加之巨兽粗长的兽毛 寒光闪烁的鳞片 以及猙獰的巨角等 触目惊心 有一种惨烈的洪荒气息 扑面而来 在老族长的带领下 石寸的男女老少一起祷告 请求柳木庇护 这是一场严肃的祭祀过程 而这也是一种惯例 每次狩猎回来都要进行 焦黑的树体 如同过去一样寂静 并没有一点反应 一如往日不曾取用祭品 但是很多村人却知道 它有灵 终于 祭祀完毕 人们都长出了一口气 重新浮上了喜悦的笑容 开始搬这些猛兽的尸体 准备去放血 切割 很多年了 祭灵都没有动过一次共庭 还需要每次都进行祭祀吗 一个少年小声咕弄 臭小子你乱说什么 他的父亲 怒瞪同灵大眼 抡起蒲山大的手 就要揍他 老族长摆了摆手 制止了 轻声道 祭灵 是我们祭祀与供养的灵 跪在新城 我们前程待他 他才会守护与保佑我们的村子 少年的脸憋得通红 慌忙道 族长我不是心不成 只是觉得 祭灵好像并不需要这些祭品 从来都没有动用过 心意道就好了 石云峰拍了拍他的肩头 用心解释道 祭灵 也叫祭之灵 是一个部族祭祀与供养之灵的简称 他守护村落 震慑大荒中的凶兽 族中的老人还记得 几十年前的另一个祭灵可不这样 那是一块其实 每次献上的祭品 都会失去大半精血 被他吸收 直到有一日深夜 老柳树来了 那块其实选择远去 一切因此而变 想到当年那个雨夜 老族长有些心神恍惚 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 曾经亲眼目睹了那幅震撼性的可怕画面 在那个深夜 电闪雷鸣 大雨磅礴 暴风雨狂暴到极致 大山都被雷电劈塌了许多座 山红如海 凶兽如潮狂奔 景象恐怖 就是在那时 一株通天的大柳树 在云层中出现 沐浴雷海 缭绕山岳粗的闪电 万千柳条化成一条条赤圣的神链 刺透了整片天穷 像是在与什么东西战斗 最后 大柳树折断 浑身焦黑 缩小到现在这般大 坠落而下 扎根在了石村中 与此同时闪电消失 倾盆暴雨退去 当夜村中 所祭祀与公养的那块骑石 就离开了 每一次想起 老族长都阵阵心颤 老柳树 不是从其他大部落 或山川大泽中 一根而至 而是自天穷降落 遭遇无尽雷霆 电海而损 村中没有几人知道 最初的几十年 他通体焦黑 没有一点生机 像是彻底死去了 直到十年前 才抽出一条嫩绿的心脂 而后再无变化 臭小子 你们小心点 难得收获 到了这些凶兽 他们的血精 还有经脉 以及部分骨骼 珍贵的精人 别流失了精华 老族长回过神来 叮嘱道 族中的青壮年 迎刀霍霍 正在切割巨兽 不时发出铿枪声 火星四箭 巨兽的海骨坚硬的精人 有人早已准备好了 桃制的大罐子 揭取那保留在兽体 特殊部位的血精 这是极佳的血补大药 非常细真 这堆兽师 又以皮修最真 虽然只是一个后裔 远远比不上 血脉纯净的皮修王族 但是一样蕴含有部分真血 价值惊人 距离上次捕捉到皮修 这种凶兽 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他们太过凶残与强大 一爪子下去 就能坏掉一个强者的性命 实在不好对付 凶利惊人 可以说 这次收获之风 让人咋舌 嗯 这双头火系的膝脚中 保留的真血 也极其惊人 不比那只皮修叉 一个老爷子亲自操刀 解开了膝脚下 坚硬如金石的血肉 躺出一股赤红 如火光般的真血 忽然 那血液竟然化成了 一团红芒 一只巴掌长的 双头火系浮现 浑身赤红 栩栩如生 愤怒咆哮 好东西 这真血要性极强 不比那皮修叉 操刀的老爷子 哈哈大笑 快速用陶罐 将那吸血收了进去 牢牢封住了罐口 组长 这头龙脚像的脚 也是好东西啊 我们寻到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不然真收拾不了 一个青年道 石云峰点头 道 真是不多见 他头上的这对龙脚 生长有些年头了 小心地凿下来 是难得的补骨宝药 魁兽独腿的这条金针坚韧 用斧头都砍不断 都是好东西 臭小子小心点 别将飞蟒 霜一出的宝雪糟蹋了 族人欢喜 皆充满笑容 只有一群孩子 都一缩脖子 一溜淹湿地跑了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所谓的血药 骨药大半都会用在 他们的身上 又要开始受罪了 直到半个时辰后 猛兽身上生长的宝药 才被踩进 组长与几位老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走了那些陶罐 拿去处理 这么多的猎物 一会儿腌制一部分 然后熏烤 制成肉干一部分 有惊艳的老人开口 如此多的猛兽堆在一起 跟小山似的 全村人很多天都吃不完 如果腐坏了 实在是一种浪费 对于食物 有些短缺的村人来说 绝不能容许 各家各户的女人 开始上前分肉 接待着真心的笑容 早先担心外出的男人 现在不仅都平安回来了 还收获还这么疯 这是上天最好的恩赐 各户吹烟鸟鸟 半个时辰后 阵阵肉香散开 各家铁锅中熬顿的肉块 都快要烂了 孩子们早已等不及 而架在火堆上烤的瘦肉 也开始变得金黄油亮 再往下滴油脂 落在火堆中痴痴作响 那些壮瘦的汉子 也都忍不住了 开始动手撕肉 咬得满嘴流脂 胃口大开 娃子 这是皮羞肉 多吃一些 会长出大力起来 是难得的真肉啊 臭小子多吃点 这可是双头戏的肉 多补一些 可以让你的皮股结实的 跟铁块似的 别吃那最没用的树猪肉 各种猛兽成为了村人 晚间最丰盛的食物 诱人的肉香飘散向街上 引人食欲如潮 阵阵欢笑声传来 整个村子都一片喜庆 在凶情猛兽出没 生命不时受到威胁的 残酷大慌中 村人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有食物 能吃饱 就很满足了 篝火跳动 石村中非常热闹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挂着笑容 充满了欢声笑语 娃子们不要乱跑了 一会儿都来进行药育 晚上睡个好觉 将来保证比凶兽都强壮 一位老人笑着说道 哦 不 一群孩子闻听 全都惨叫了起来 落荒而逃 躲避向村中各处 一群刮娃子 真不知福 那可是难得的补药 若能持之以恒的药育 可让你们的筋骨 媲美俱受 大人们数了 像抓小鸡仔般 开始捉自家的孩子 疼啊 我不想要遇 上次跟刀哥似的 阿爸松手 我不想被煮熟了 一群孩子激烈反抗 奈何小胳膊扭不过大腿 全都被抓了回来 在村中的一块空地上 早已摆放好了八个大桶顶 下面烈火熊熊 顶内的水沸腾 几名老人 向里面扔下一株猪药草 不时还会放进去 几条持许长的蜈蚣 拳头大的蜘蛛等 让原本非常清的水 变得黑乎乎 跟墨汁似的 很吓人 一群孩子 当时脸就绿了 恨不得立刻逃掉 奈何被大人们死死地按住了 随后 又有族人取来数十个陶罐 几名老人接过 小心翼翼地打开 将当中一些烟红的新号新号 倒入大桶顶中 结果乌黑的水更废了 这是自那些被猎杀的凶兽体内 取出来的少许真血 非常珍贵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用 都能增强体质 加之 村人们掌握有几张骨方 配合上一些药草等 真血效果会更佳 除了真血之外 几位老人还令人将飞莽的一股 魁寿的足骨等费力的碾碎 也丢进了沸腾的水中 当火熄灭 顶中的水不再沸腾 水温烧降后 惨叫与扑通扑通声传来 第一批娃子被扔了进去 一口顶内两三人 痛啊 这水能 家人烫熟啊 救命啊 身体跟被刀剐一样 皮肉都裂开了 他们呲牙咧嘴 手抓脚蹬 一个个奋力向外冲 结果又都被按了回去 惨叫连连 就这样 几十个孩子 一批一批地被扔进去 大多数都叫得很凶 不断挣扎 只有七八个孩子稍微好一些 虽然痛得满头大汗 但却忍着不吭声 至于小不点 也没能逃掉 而且被特殊照顾 被单独扔进一口黑顶中 里面只加了一点清水 其他都是凶兽真血 碎骨等 村人并没有觉得不妥 也不觉得厚此薄彼 因为自家的娃子承受不住 在普通的药顶中 就已经撕心裂肺地哭叫了 而小不点 却能吃得消 此外 当小不点所用的黑顶内的 粘稠星号星号沸腾时 老组长还打开了 两个特别的陶罐 逐一向顶那道 星号星号 其中一个罐子中 冲出一道赤匣 凝成一头皮羞 巴掌长 威武而争宁 似要撕裂人并逃走 凶兴即胜 石云峰的掌心 浮现发光的字符 古文亮起 一巴掌将皮羞拍散 化成血液 落入顶中 而另一个罐子 则冲出一只双头锡 赤红如火 灿烂射人 他昂首怒笑 同样被老组长击散 落入黑顶内 水温烧降时 小不点被拎起 被扔进顶中后 使劲挣扎 因为他还小 坐在里面会枪水 刚坠落进去时 咕咚咕咚 直接就喝了几大口 对面的孩子 都露出同情之色 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那只甲少量水 主要以特殊真血 以及瘦骨 筋块等组成的药液 肯定会让人的 皮股更加剧痛 小不点真可怜 就是一些大人 也有些不忍 因为看到小家伙 使劲震动 呲牙咧嘴 还不时喝上 几大口粘稠的 信号信号 实在有点让人担心 没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他以前也这样 能受得住 多喝点药液也不错 能吸收的话 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老组长说道 他对小不点的调理 与照顾有时很粗放 他体质极强 此外 骨纹的神秘力量 也可能在运转 帮他炼化了部分药力 小不点应该不会很痛苦 另一个老人 手里胡须说道 药液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群孩子被泡得 像是红皮猴子 一个个惨兮兮 彼此相顾 泪水哗哗的 直到药液结束后 才止气 终于解脱 小不点在黑顶中时 没有哭 大眼乌溜溜地转动 小脸红扑扑地 像得大苹果 不过被拎出来时 却跟醉酒般 摇摇晃晃 感觉怎么样 一位老人问道 小家伙打了的宝格 迷糊地说道 喝饱了 听着他这样 没心没肺 而单纯地回应 大人们全都被逗乐了 困了 小不点歪歪扭扭 小身躯倒在了 石云峰的怀中 轻轻嘟囔了一句 又微微一压了一声 陷入熟睡中 带这些孩子 去睡个好觉 明天都会长出 不少力气来 组长石云峰说道 最后 几名老人收拾残液 没有浪费 而是在铜顶下家伙 又向顶中 放入一些特别的药草 要将其熬干 制成药散 这不仅是一种补药 同时也是一种疗伤宝药 平日进山脉狩猎时 带上它可以救命 生存环境恶劣 凶兽难裂 真血惜贵 不然也不至于 在孩子们用过后 继续这样熬成药散 一点也舍不得浪费 当然 村中的青壮年们 并不在意 只要敷在伤口上 能救命就行 这一夜 孩子们睡得很沉 第二日醒来后 许多小家伙 接哇哇大叫 因为身上 脱落下一块块老皮 心好心好 脏乎乎 去 打一桶井水 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将那块末盘 给我举起来 阿爸 那可是三哥 平日锻炼力气用的 我怎么举得起来 别废话 让你举就举 昨晚那么多真血 还有古药白用了吗 如果没有长进 我将你屁股拍成八半 清晨 石村中一阵鸡飞狗跳 一群孩子 都被逼着去搬大石 扛铜顶 叫苦连连 效果真的很明显 孩子们都长了不少力气 体质显著增强 但如果说脱胎换骨 那就有些过了 不太现实 咔嚓咔嚓 村头 组长石云峰的掌心符文通量 他手持一柄紫金锤 将龙脚向最吸针的一段 龙脚击碎 而后又取了皮羞的一节着骨 以及火系的一小段赤脚 同样砸碎 最后磨成了粉末 他将这些骨脚粉末 混着部分凶兽真血 一起放进正在熬煮的寿奶中 顿时香气鸟鸟 而后老人又扔进去 一株又一株奇异的药草 时间不长 陶罐中的星号星号 就渐渐成了护状物 可香气更浓郁了 小不点吃东西了 食物中 小家伙听闻到喊声后 咕噜一下子翻坐了起来 刚睡醒 大眼睛还很迷茫 可是香气传来后 他快速吸动了几下小鼻子 立刻就有了精神 喃喃道 真香 那当然 这可是真正的一炉宝药 不要浪费一丁点 全部吃下去 石云峰笑道 小不点狼吞虎咽 时间不长 就将陶罐中的虎虎吃完了 可是负面作用 也历史显现了出来 它毕竟还太小 而药劲实在太强了 在这个早上 平日间很可爱的小不点 划身了一个问题儿童 像白兔般 拥有了一双红红的大眼睛 而且四处乱跑 哎呀地叫个不停 可怜的大黄狗 被它捉住尾巴后 被用力扯个不停 尾端差点突掉 汪汪地吼了大半天 满村子闹腾 不得安宁 喂 小不点你怎么把大婶家的栅栏 小家伙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跑到我家屋顶上去了 快点住手 不准拆瓦片 村人愕然 平日很乖的小不点 化身成小凶兽 四处乱闯 可这劲得折腾 一炉药都被吸收了 效果很不错 石云峰与几位老人站在一起 正在轻声议论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远处 不少孩子见到这一幕 对组长更敬畏了 阶级零零打了个冷战 远远地躲开了 凑在一起小声嘀咕道 小不点真可怜 小不点掌心发光 最后向上蔓延 连带着小手臂上 也浮现了古文 明灭不定 很是神秘 而且 他的体质增强了 速度与力量提升了一大截 这也是老族长比较满意的原因所在 直到两个时生后 他才安静下来 迷糊地挠了挠头 小声道 一压 闯祸了 时间总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一晃已经过去了两年 小不点已经三岁半了 有了自己的名字 石浩 一岁多时 他只能跟在大孩子屁股后面跑 现在三岁半了 体质强大的惊人 经常与一群大孩子 病头四处乱闯 此时 石村一块空地周围 站满了人 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村中的男女老少 正在观看少年们演舞 一群孩子肌肉结实 赤裹着上半身 汗水四溅 正在捉对比拼 有些人竟能将 百余精重的铜锤挥动起来 呼呼声风 他们从六七岁到 十二三岁不等 各个都跟山林中的 小凶兽似的 力大无穷 身体精壮与结实的精人 快看 那是我家的娃 才六岁而已 能将一百多斤的青石 当成盾牌使用 有几个人比的了 将来肯定是大荒中 一条了不得的好汉 我家的娃才厉害 你们看 那张成年人才能拉开的 吸睛大功 都被他拉满了 以后肯定能一件 射杀强大的凶吼 击毙成年的皮修 村人虽然很朴实 但凑到一起后 却也喜欢夸赞 自己的孩子厉害 相互比较后 一些壮汉将 菩萨大手握成拳头 不断挥动 眉飞色舞 村中的女人们 也都笑得合不拢嘴 这群孩子真的很出色 个个都龙惊虎猛 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将来的石村 肯定会因他们 而变得强大 梦 一声蟒牛吼 震动了村子 快看 二猛才八岁罢 居然将一头蟒牛 给生生掀翻了 了不得啊 场中一头青黑色的 大蟒牛 通体黑亮的 跟绸缎子似的 发出闷雷般的吼声 可刚一发狂 就被一个不算多高的孩子 硬是给撂倒了 这引发了一番惊叹 总算没有白费心血 几位足劳 每隔一段日子 就给他们 以凶兽真血 补古堡要等熬练身体 起了大作用 孩子们都很强 将来说不定 真的能走出去几个人熊 杀得山脉深处 那些强大的洪荒物种 落荒而逃 咚的一声大响 远处一个很干瘦的孩子 将一个石墨盘制出 飞出去足有十几米远 哎哟嘿 皮猴八九岁了吧 看着干巴巴 居然这么大的力气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那是 也不看是谁的种 我给他起名叫石中猴 以后是要走出大山的 到富有圣名 而繁盛的大部族 去封猴作王 成年男子们互相吹嘘 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了不得 轰隆 地面巨震 烟尘扬起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众人哑然 有人要举顶 空地中央处 有一个青铜顶 足有上千斤重 上面有飞禽走兽的图案 古意盎然 顶壁很厚 有一种沉重的大气感 顶腿 由于常被人抓举 很光滑 磨得像是镜面般 上落朱雀形图 小石胶不行啊 刚才差点闪了腰 只将顶线离了地面而已 你年龄还太小 四年内都举不起来呢 有大人打趣道 千斤重的铜顶 不能随便乱来 不然会伤到几身 一般的孩子不可能举起 平时不允许接近 毕竟太沉重了 我来试试 一个很强壮的孩子上前 能有十二三岁的样子 两只手用力抓住一只顶耳 与一只顶腿 猛的发力 大顶被撼动 离开了地面 可紧接着又轰的一声 落了回去 激起一片土尘 显然失败了 还好孩子并没有被伤到 我也来 又一个孩子上前 他刚才曾将一头蟒牛 声声撂倒 名叫石猛 在家中排行第二 小名二猛 确实长得很粗壮与结实 而今只有八岁半 翁的一声 铜顶脱离地面 被他逐渐举向半空中 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可还是一个孩子 既然做到了这一步 实在惊人 哄 可惜 他没有能举过头顶 双臂已经发颤 轰隆一声扔了出去 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吐沙飞溅 有人挑头后 其他孩子也都跃跃欲试 就这样 孩子们一个个上前 接去旱顶 可是 一直都没有人成功 直到一个浓眉大眼 很高大的孩子上前 他叫石大壮 深深吸了一口气 用力抓住一只顶耳 与一条顶腿 猛地举起 快速过了头顶 他的手臂虽然在轻微地颤 双腿也有些发晃 但终究是成功了 令大人们惊叹不已 因为这只是一个 九岁的孩子而已 称得上天生神力 大壮好样的 将来必然了不得 这才是一个九岁的娃 我觉得方圆几千里内 同龄人中 没有几人比得上 将来必然是这片地狱中 最强大的人之一 大人们自然不会吝啬夸赞 当然对二猛 也鼓励与夸奖不已 因为他也 差点成功 力气大的惊人 几位祖老都微笑 这些年所花费的心血 没有白费 时常以凶兽真血 为这些孩子断体 现在效果体现了出来 将来石村 必然会出现一些猛人 小不点你探头探脑 是不是也想试试啊 一个大人调笑道 在人群中 有一个小家伙 在好奇的张望 正是小不点 而今有了名字叫石浩 他人很小 只能点着脚向前几 才能看到大孩子们举顶 对啊 都说 小浩浩神力惊人 虽然年龄小了一些 但也来试试吧 先别举顶 来抓石索吧 有人点头道 听我家的娃说 小浩浩不比他们力气小 我一直不相信 正好趁现在 小不点来试试看 石浩现在三岁半 乌黑的发丝垂到尖头 大眼睛又黑又亮 非常的有神 长得白白净净 漂亮可爱 小不点看向几位祖老 几人都露出笑容 石云风道 去吧 我也想看看 你现在到底有多大力气 呀嘿 石浩人很小 用力时发出的声音 自然很稚嫩 可是却很轻松地 将一个大石碾子抱了起来 真不简单 人们都点头 而后 他又抓起一个石墨盘 猛地吱出 嗖的一声 那么沉重的石器 就像是一块寻常的石头 被抛出斑 一下子飞到六七十米开外 轰的一声 石墨盘砸在了地上 出现一个大坑 杀石四箭 尘土冲起 地面都在剧烈抖动 众人一阵发呆 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 小不点突然跑向那头 青黑色的大蟒牛 迅速发力 抓住他的一根鸡脚 直接将其摔倒在地 虽然发力时很有技巧 但是也足以说明 他的力气何其惊人 现场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村人感觉像是看到一头小凶兽 在发威 冲击人的视觉 要知道 现在的小时候还很年幼 在人群中最矮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白瓷娃娃 难以和身具蛮力 联系到一起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十号走向大顶 由于受身高所限 他不可能去抓顶尔 直接蹲下身子 拖住了顶底 而后猛的一用力 轰隆一声 青铜大顶离地而起 被他举过了头顶 所有人都惊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 所看到的这一切 一个三岁半的孩子而已 竟然能力举千斤重顶 太过惊人 这是什么 简直就像是一只 矜持大鹏的孩子 又仿若一头 纯血皮修王的子嗣 小时候堪比 真正的太古凶兽幼崽 今天晚上的 章节更新要晚一些 因为周日了 点击榜与推荐榜 凌晨换榜 要更新的章节 推迟到晚间十二点 如果那时还有 在线的兄弟姐妹 请过来帮忙 登录下账号 点击 投票支持下完美世界 这对冲榜的新书来说太重要了 感谢所有兄弟姐妹 村人都实话了 有些呆呆发愣 虽然早有耳闻 知道小不点的体质远超同龄人 但还是没有想到 他的肉身这么变态 该不会动用古文的神秘力量了吧 有人发出疑问 没有 我看的真切 这是纯肉身的力量 狩猎队伍中的头领 石灵虎道 哄 小不点十号将铜顶扔在地上 砸起一片烟尘 他则快速倒退而去 并没有被扬起的尘土笼罩 这巨大的声响 再一次让村人的心脏一阵紧缩 这可真是一个妖孽 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 三岁的幼儿 举起了千斤重顶 别说是在这片山脉附近 就是在更遥远的大地尽头也难寻 村人们皆震撼 就是族长石云峰也是一惊 他以为十号现在这个年龄段 还举不起那口大地 不曾想尽提前做到了 这是真的吗 十号这个小家伙 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力气 我可从来没听闻过这样的孩子 的确有点不可思议 如果他不是人类的躯体 我还以为一只太古一种 真猴的崽子跑来了呢 村人们回过神来 纷纷议论 小家伙的表现 犹如一道惊为横空 令人振振心惊肉跳 被深深地震撼了 族长你去过一些繁盛的地域 见过这样的孩子吗 是啊 云峰你走访过很多强大的部族 听闻过这样的妖孽吗 就是一些老人也坐不住了 忍不住询问 对小不点的表现感到震惊 石云峰道 我曾在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部族 见到过几个特殊的孩子 天纵之姿 令人瞠目结舌 幼灵时就已经很强大 但我觉得 比小不点还略差些 村人们文言一呆 而后都大笑了起来 这是上天对石村的后词 一个比肩太古凶兽又宰的孩子 若是成长起来 那还了得 石村会因他而凡胜 一位老人分析道 那些大部族和其强盛 高手如灵 肯定能猎杀到恐怖无边的凶兽 以罕见的太古一种的真血 为那几个天资超凡的孩子 锤炼 洗礼肉身 不然的话 他们与小不点的差距 可能会更大上一些 诸欲无疆 广袤无垠 那些传说中的超级大族 以及一些王侯的领地内 也许会有更厉害的孩子 毕竟世界太大了 我们所了解到的 只是一鱼之地 石云峰道 这次演武 令村人欣喜 孩子们都很强 潜力巨大 至于石浩 则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惊喜 其表现具有震撼性 当人群散去时 几位祖老与石灵狐等一些重要人物 并没有离开 依然在认真讨论 未曾结束刚才的话题 将来石浩若是长大了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难道还真能徒手干掉真吼 击毙唇血的成年酸泥不成 那种传说中的太古凶兽 只要出来一头 就能够轻易地灭掉 一个超级大族啊 一位祖老浇灭了他心头的火热 道 小时候有潜力 不代表真的可以成为金氏强者 要知道 不少天才都在少年时凋零了 众人漠然 而后点头 石云峰簇眉 道 说起来 石浩生在我们的村落 有些先天不足 起步点较低 我们无法如那些大部族般 为他提供太古一种真血 以及传说中的山宝 圣鸟等 石灵虎道 现在年幼还好 若是长此以往 到时候 可就真比不上那些大族内的孩子了 石云峰想了想 据我了解 在大地尽头的那些强族内 一般有天资的孩子 到五岁时 会进行人生第一次重要的洗礼 封于铜炉内 以诸多圣鸟 太古真血等熬练肉身 以增加潜力 其他人都一声轻叹 这里毕竟只是一个村子而已 怎能与那些大部族相比 根本寻不来圣鸟 以及传说中的太古一种真血 尽力而为吧 争取沙蝎巨兽 提炼出来一些宝血 慢慢积攒 为小不点的五岁洗礼做准备 一位祖老轻叹 石灵虎皱眉 提到了另一个问题 道 想跟和那些传说中的 厉害孩子比肩 除却肉身打下坚实的底子外 修行传承 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啊 族长石云峰点了点头 道 这个我来想办法 众人顿时一正 他们都知道 族长当年与一些族人远去 曾进入过不少士族门庭 最后以血和生命为代价 带回来一些古书 难道能媲美那些超级大族的传承吗 十几个生死与共的兄弟 只有两人满身是血的回归 最终却只有族长 一人活下来 可却也留下一身暗疾 西年的事 他从未细说过 而村人们也没有深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显然另有一段隐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族长石云峰 每天都很忙碌 经常熬练一些药草 院中的炉顶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药味扑鼻 族长爷爷 你不要过于劳累 注意休息 小石浩睫毛很长 比小女孩还漂亮 很懂事地劝老人休息 不妨是 石云峰笑着摇头 几位族老与石灵虎等知情的人 并没有对石浩多说什么 他并不知道 石云峰是在为他五岁时的洗礼做准备 斜阳下 狩猎队伍回来了 每一个人的尖头 都扛着一头野兽 虽然有人负伤 但他们却都有说有笑 族长的石院坐落在村头 十号此时正站在院门前 看到了归来的众人 阿叔你们回来了 他养着小脸 白白嫩嫩 眼神清澈而黑亮 很有礼貌地向一群人打招呼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浆果 阿叔特意为你采摘的 石灵虎递过来一个兽皮包裹 打开后 里面红彤彤一片 清香扑鼻 一枚枚圆润的果实 如同一颗颗晶莹的红马脑般 谢谢阿叔 十号扑闪着大眼 开心地接了过去 傍晚 村人 以寿师在柳墓前祭祀 仪式完毕 几头有灵性的猎物 被搬进了组长的院中 不久后 十月内血腥味散开 几头猛兽横在那里 浑身躺血 而且兽体见干瘪 闪烁着一个又一个符文 神秘而诡异 那是古文 此时 正于血液间交织 如一道道细微的闪电划过 石云峰在施法 他在以神秘力量 提炼与熬取兽血中的精华 采摘血药 经过不断的淬炼 兽血越来越少 每一头猛兽 最后都只是滚落下一滴而已 最近浴冠中 血珠晶莹而剔透 像是血钻般灿灿 按照古书记载 五岁洗礼时如果胜药 真血等足够多余神意 打下的根基将影响深远 关乎到未来的成就 族长石云峰轻语 他不想浪费掉十号的天资 不希望他落后于超级大族的天才 一直在私存 如何为他积攒洗礼时所需的真物 宁缺无烂 只有品质高的真血 才对小不点有用处 可惜一种太稀少 而且过于强大 难以对付 他轻声自语 新书第一次冲绑 兄弟姐妹需要你们登录 幻辖账号 点击 投票 收藏来支持下 这对于一本新书来说非常重要 谢谢了 原始山林茂密 林中阴气很重 独虫出没 寿吼沉闷如雷 有胸镖 蛇灰等留下的 阵阵兴气扑鼻而来 令人屁股发寒 吼吼 山脉深处 传来雷鸣般的吼声 令山石滚落 回音隆隆 陵墓剧烈摇摆 乱叶狂飞 远处有大型凶兽出没 一群孩子脸色发白 他们离开石村 已经有段距离了 是瞒着大人们出来的 进入了老林子中 还好不曾进入凶兽 真正的棋居地 大壮哥 山林太危险了 我们年龄还小 不能再前进了 一个孩子颤声道 他们守着原始山林长大 自然知道其中的危险 有各种凶物 连他们的父辈 进入山林 都需要谨慎小心 否则会丧命 这群孩子年龄都不大 共有十几人 为首的正是 曾经举起过 千金铜顶的石大壮 浓眉大眼 手脚粗大 人如其名 身高都快追上成年人了 他看向另一人 道 皮猴 还有多远 皮猴名为石中猴 长得干巴巴 但力气极大 也很机灵 道 我听灵虎叔他们说 那山崖离村子 不是很远 就是这个方向 应该快到了 十号 你有什么意见 石大壮问道 过去 十号只是一群 大孩子后面的根屁虫 自从他举起铜顶后 就连大人们 都以视他为小怪物 就更不要说孩子们了 一下子成为了 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之一 再走下去 会很危险 小十号声音清脆 黑白分明的大眼 乌溜溜 如实说道 可是 离那里真的不远了 石大壮道 半数以上的孩子一动 想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们要去 我也跟着 小十号 置声置气地说道 就这样 一群孩子又上路了 又走出去一里多远 大树见息 植被越来越少 巨石逐渐多了起来 且有阵阵凶器弥漫 山石灵巡 这是一片很大的石灵 寂静无声 地上散落着一些 巨瘦的遗骨 雪白而惊人 皮猴四骨 小声道 就是这里 我听灵虎叔他们说 他的巢穴 住在石灵深处的崖壁上 石大壮也压低声音 提醒所有孩子 这些兽骨 可能是他吃猛兽时留下的 虽然说这个时间段 他应该不在巢内 但我们 还是得小心点 千万别被发现 不然可能会没命 十几个孩子 都是在大荒中长大的 警觉性非常高 跟小山兽似的 迅疾而又敏捷地 躲进石灵的缝隙间 掩护几身 稍微观察片刻 又迎着风嗅了嗅气味 而后相互点了点头 他们如同猿猴般 矫健地 冲向石灵最深处 这一路上 他们见到了很多骸骨 雪白而巨大 有五六米长的禽骨 更有墨盘大的兽头骨 都是山林中的猛兽与凶禽 被生生私食后所致 此地死气沉沉 他果然要在这里 棄居下去 时间长了 若是繁衍出一些后代 我们石村的人 进出山脉时 将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林虎叔他们商量几天了 早就观察好了他的习性 这些孩子一边低雨 一边急迟 速度极快 如十几道小旋风般 冲进了石林深处 一座石崖横更前方 这里更加寂静了 寸草不生 在崖壁最上方 有一个巨大的巢 以一根根黑无木铸成 给人很压抑的感觉 孩子们隔着很远 躲在山石缝间 小心地观看 黑色的巢 直径足有十米长 很巨大 不用想就知道 是一种凶情的巢穴 果真在这里 这头青灵鹰 再次徘徊良久了 现在住出了巨巢 难道真如灵虎叔所说的 已经产卵了 一群孩子皆双眼放光 这是他们来此的最主要目的 这是一种很凶悍 与强大的疫情 体内有传承自 太古魔晴的血液 很难对付 一般的猛兽与凶物 被他盯上都得死 难逃活命 据灵虎叔他们观察 那只雄性的青灵鹰 数日来都不曾现身 可能在山脉深处 发生意外死掉了 每日五十那只雌鸟 都会自己出去捕杀食物 想要接近 机会就在眼前 皮猴说道 一群孩子握紧了拳头 显然很紧张 同时眼中 也有一种期待与兴奋 在山林中长大的孩子 个个都很胆大 不然也不会自作主张地 跑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 大家藏进石缝中 我投快石头试试看 一个皮肤有黑的孩子开口 他名为石猛 村人都叫他二猛 在石村炎武时 他曾直接撂倒 一头大猛牛 更是差点举起 千斤重的青铜顶 在这群孩子中 仅次于石号与石大壮 呼的一声 一块大石飞起 冲向远处 最后咚的一声 落在了石崖前的乱石堆上 发出一声巨响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还好山崖上 没有什么动静 二猛别这么鲁莽 小心谨慎一点 我试试 他再不在朝中 现在看来没事 我们赶紧上 二猛说道 就要冲过去 二猛哥先等一等 小石号开口 抓起一块不小的石头 用力致出 石块搜的一声 飞上石崖 落在吴朝镜前 发出一声大响 过了片刻 山崖上很安静 青铃鹰并没有出现 走 一群孩子如瘦群般 嗷嗷叫着 飞快冲向石崖 到了镜前后 他们分工有序 一部分人站在巨石上 注视天空 站岗瞭望 以防那只凶情突然出现 另有几个人 则准备攀上石崖 大壮哥你们都等着 我先上去看一看 石号说道 你一个还没断的娃 在边上看着就行了 我们上 石大壮道 一群孩子都笑了起来 小不点到现在 还在吃瘦奶 常被他们取笑 我早就吃肉了 只是偶尔拿他当水喝 小不点气呼呼 皱着鼻子 瞪着黑宝石般的大眼 进行辩解 当然 小家伙很聪明 知道大孩子们 此时并不是真的在笑话他 而是在照顾与保护他 不想他第一个上去而冒险 我比你们速度多快 有危险也逃得快 小不点不等他们开口 像是一只小猴子般 嗖的一声 飞快攀爬向石牙 皎洁而灵敏 别让他犯险 我们也上 石大壮与二猛 还有皮猴 全都紧随在后 同样如同猿猴般追了上去 牙壁上有不少缝隙 另几个孩子得以借力 快速向上攀 生长在大山中 守着原始密林 他们攀跃的本领自然很强 比起山脉中的恶魔猿 都不会逊色多少 呼 终于上来了 石牙能有三百米高 小不点上来后 等待另外三人片刻 直到他们都冒出头来 才一起向那巨巢走去 好大的鸟窝啊 皮猴惊叹 站在镜前观看 格外有震撼感 巢穴足有十米长 以黑色的无木柱城 占据了大半的牙顶 比十村的房屋都巨大 设此之外 牙上还有一些 黏着血丝的大骨头 每一根都比成年人还粗长 这令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那磨盘大的瘦骨头上 还有几个可怖的爪洞 残留着血迹 显得非常猙獰 这是龙脚像的骸骨 真是可怕 一头凶情 居然动辄就要吃巨像 二猛惊悍 先别管这些了 石大壮道 向着那黑色的鸟 朝上攀去 来到朝上 顿时感觉到 震震森然气息 且有血腥味 巢穴边缘 橙暗红色 显然清零鹰 常在朝穴的边缘进食 经过各种受血的 长期浸染 这个地方煞气很浓 那头凶鸟不在 快看 有好几枚情弹 几个孩子惊呼 他们胆大包天 在村中偷听到 大人的谈话后 自作主张 就是冲着凶情的卵而来的 太好了 我们赶紧搬走 带回村子 去孵化 日后将会有强大的胸情 为我们捕杀猛兽 带回猎物 皮猴兴奋地直叫 吴巢内铺着柔软的金丝草 看起来很舒适 三枚金银如碧玉般的蛋 静静在呈现在那里 上面带着一些纹落与斑点 光泽闪动 这种胸情产下的蛋 每一个都足有水盆大 剔透闪亮 碧绿如玛瑙 而上面的斑纹 在日光下则熠熠生辉 皮肤有黑的二蒙傻笑 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快步向前走去 道 这是我掏过的最大的鸟窝 这么大的诞生瓶第一次见到 嘿嘿 没错 掏这样的鸟窝 才有成就感 皮猴干巴巴 笑起来真像是一只山猴子 真漂亮 小不点十号眨巴着大眼睛 长长的睫毛随之而颤 看着三枚胸情卵 温润晶莹 光泽点点 忍不住欢喜 他最为年幼 好奇心很重 很想抱起来看得仔细 二蒙来到镜前 可刚一伸手触碰巨蛋 当即就哀忧了一声 感觉手臂麻酥酥 像是被电击了一般 这是怎么了 几个孩子都是一惊 碧玉般的金银蛋壳上 那些斑点与纹落 灿灿生辉 如星辰在闪耀 非常的美丽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流淌 真强大 清灵鹰是太古魔晴的后裔 血脉即便早已不纯净 但生命印记中 也还有部分破碎的符文传承 小不点每日都学习古文 此时看出了端倪 扑闪着大眼 小大人般清脆地说道 几个孩子又惊又喜 这种凶情越强大孵化出来的 幼鸟越吸针与血脉高贵 将来可以守护村子 也许能比肩寄灵 只是蛋壳上的斑点 在流动光辉而已 小心别触碰那些地方 装进兽皮袋中 我们得赶紧离开了 十大壮人高马大 很粗壮 也很稳重 催促几人 现在没有时间可耽搁 显然 他们早有准备 每一个人都带着瘦皮袋 迅速打开 小心翼翼地将凶情的卵放了进去 共有三枚水盆大的碧玉弹 除却小不点外 另外三人一人背起一个 太好了 想不到我们成功了 二猛乐滋滋 笑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皮猴也笑嘻嘻 道 以后我们石村将会有强大的凶情守护 组长还有灵虎叔他们 肯定会服气 对我们另眼相看 哎哟 石大壮一个猎浅 差点栽倒 被小不点一把扶住 凶鸟的巢中 铺满了金丝草 很柔软 但在当中 却也引有几枚闪动冷烈金属光泽的鳞片 石大壮一个没注意 踏在了上面 鞋底都被刺穿了 脚掌流出一些血迹 还好只是划破皮而已 好丰锐的鳞片 小不点十号将几枚青鳞收集到手中 每一个都有婴儿巴掌大 寒光闪烁 这就是成熟的凶情的鳞片 果然不凡 我估计以数百斤重的扩建 都很难劈开 皮猴道 几个孩子不敢停留 沿着崖壁 如同壁虎般迅速地下行 很快就到了地面上 抹了把汗水 长出了一口气 怎么样 有收获吗 一群孩子都围了上来 成功了 我们掏了一窝的鸟蛋 哈哈 二猛大笑 这些孩子掀开兽皮带 向里面看观看 见到了水盆大的鸟蛋 光泽盈盈 神秘清灰点点 全都惊叹 太好了 成功了 这可是实力强大的 凶情产下的卵 我们石村将会有 非空的战情了 走了 他们既高兴又兴奋 如同一群小山兽般 在石林中腾跃 迅疾无比 不久就出了石林 赶在青鳞鹰回归前出来了 这次真是顺利 我们赶紧走吧 山林茂密 落叶积了持续后 踩在上面很软 大树参天 遮蔽了烈日 骨藤如赤龙蜿蜒 绑着巨木 远处不时有寿孝传来 震动山地 还好 这里距离石村不是很远 还处在相对安全的区域 并没有接近到大山中 那些危险凶物的活动范围内 快了 加把劲 我们一口气跑到村中去 一群孩子虽然兴奋 但是心中也有点担忧 毕竟那可是一头青鳞鹰啊 让村中的最强大的壮年男子 都心有巨异 而他们却成功地 将其所产下的卵 一窝端了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突然 一声鸣叫响彻长空 穿筋烈石 非常尖锐 具有一种可怕的穿透性 震得一群孩子 耳膜生疼 不好 那头青鳞鹰回去了 肯定发现三枚蛋不见了 要发狂了 有孩子尖叫 快逃 小石浩眼神很亮 透过巨树的枝压缝隙 看到了天空中 一团阴影正在盘旋 朝这个方向而来 高空中 大风呼啸 一只巨鸟在山林中 投下大片的阴影 急速俯冲而来 浑身流动青色寒光 凶器惊人 至此 其他孩子也都看到了 远处一只巨鸟 凌空扑击向这片山林来 速度极快 如一颗星辰杂落 凌厉而射人 我的娘爱 好大一只鸟 快跑呀 孩子们惊呼 心中生出恐惧 那头鸟太大了 体长七八米 双翅一盏 则有十五米 浑身密布着青色的鳞片 闪烁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凶煞气息破人 这群孩子撒鸭子狂逃 仰仗着对山林的熟悉 专门向林子密的地方冲 躲避这头浑身鳞片 闪烁冷光的凶情 哄 几十株参天大树 被他的铁翅击碎 枝鸭与树叶乱飞 碎屑分舞 他犹如钢铁铸成 俯冲下来 无坚不摧 这让人惊悚 孩子们大叫 脸色发白 飞快奔逃 这头庞然大物非常可怕 铁翅击天 摧毁一切 鳞片闪烁着森寒的光芒 一个俯冲 就让这片山林毁了大半 碎木与残叶飞舞 他太强了 身体坚硬无比 双翅如阔刀 简直能将一座山峰撞断 这些陵木根本阻挡不了 他形似一头巨鹰 但浑身却没有一根羽毛 鳞片森森 像是以铁水胶筑而成 充满了震撼性的力感 弯钩状的鹰晦 黑亮而锋锐 有大半米长 上面还沾染着凶兽的血 显然刚刚捕猎回来 而那对爪子更是射人 寒光森冷 极其锋利 近一米长 绝对可以轻易撕裂一头巨像 在其头上 还有一些类似淋雨的凸起 但绝不是羽毛 而是一根根粗长而锐利的骨刺 宛若一排鸡脚 可以轻易剖开大型猛兽的胸腹 这就是青灵鹰 力不冰冷的青色灵片 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像是钢铁铸成 横扫这片山林 是这些巨树如无物 哄 在龙龙声中 成片成片的参天大树折断 很多都是十几人 才能合抱过来的粗大巨木 青灵鹰直接俯冲而过 铁翅积断一切障碍物 满地都是只鸭鱼乱叶 砰的一声巨响 一块巨大的山石挡路 都被它生生激烈 火星四溅 乱石崩飞 很多上百斤重的石块 砸落向四方 击断了许多大树 声势惊人 所有孩子都毛骨发寒 这头青灵鹰太强大了 若非是那块山石阻挡 刚才它们当中不少人 可能会被扑杀 青灵鹰摧毁大片山林后 重新冲天起 在空中盘旋 阴谋如电 冷冷地盯着下方 准备再次俯冲下来 追杀那些正在逃窜的孩子 村子就在前面不远处 赶紧冲啊 孩子们大叫 兄弟们给力 在家把劲 马上就上去了 这个票每天都有 请兄弟姐妹投给本书吧 需要你们 谢谢了 来不及了 它的速度太快 我们根本逃不回村子 皮猴叫道 呲牙咧嘴 它刚才被绷飞过来的一块石头 擦中了胳膊 皮破了一大块 鲜血直流 这边 有一个很深的石洞 我们进去避一避 小不点十号冲着众人喊道 他们在山地中逃窜 绕过几块巨石 冲进一片巨藤间 小不点赤溜一声钻了进去 其他孩子见状 全部尾随 而入 这是一个很潮湿的石洞 掩在藤蔓后 隐约间还能听到水声 里面光线很暗 黑骨隆隆 山洞无比幽深 一群孩子躲进来后 不敢停留 继续狂奔进去数十米 才止步 黑暗中 竟是粗重的喘息声 连跑了数里远 十几个孩子累坏了 刚才又惊又怕 青灵鹰 那种凶物太强大了 若是被追上 一爪子下来 他们必然会成为一滩 血泥与碎骨 呼 真险啊 只差一点 我们就完蛋了 劫后余生 他们全都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这洞口不是很大 那头凶情应该进不来 孩子们虽然放松了 但是却也没有忘记戒备 这次的经历十分凶险 只差一点 他们就葬身在山林中 死于那头太古 魔晴后裔的立爪下 现在稍微平静下来 脊背已有一层冷汗 山洞极深 与地下暗河相连 冷风嗖嗖 孩子们面面相去 有些范畴 怎么回石村 都不敢出去 咦 对了 小不点你怎么知道 这里有一个石洞 当回过神来 一群孩子这才想起 是小不点在关键时刻 引出一条生路 一压 小不点有些不好意思 扭捏地揪着衣角 小声咕咚到 上次我追一只赤红的券 跑出了村子 差点迷路 不小心到了这里 一群孩子哑然 小不点什么都好 就是活泼好动 好奇心极重 小时候追足掌的那条大黄狗 就已经几次跑出村子了 就更不要说稍大一些了 本领边大后 见到稀奇古怪的东西 就会穷追不舍 要弄得明白 嘿嘿 三岁不断奶 追雀小浩浩 大孩子们取笑 小不点发炯 鼓着腮帮子 气呼呼地道 你们别笑 那可是一只浑身赤红如血的雀 像极了古书上记载的 太古神鸟朱雀 妾 别说那种传说中 是否存在的东西了 就是一只火云雀 或者其后代出来 都能灭掉一个超级大族 真要是猪雀 还容你去追 一个哈欠 就能让一方王侯的领地破碎 可是 它真的跟古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 红红的 飘飘亮亮 小不点辩解道 白嫩嫩的小手攥得很紧 红扑扑的小脸上 有些激动 黑宝石般的大眼 在黑暗中发光 动 突然 一声沉闷的大响 惊醒了所有孩子 他们转头看去 山洞入口处 冰冷如金属的光芒在闪动 青灵硬的头颅出现 毛子森寒而惊人 盯着洞中的孩子们 天哪 他要进来 许多孩子脸上 一下子失去了血色 变得苍白无比 没事 洞口不大 他进不来 二猛真的很生猛 边说边抓起一块脸盘大的石块 猛力治了出去 碰 这么大一块石头 在他的千斤之力下 速度合其快 力量巨大无比 一下子砸在了青灵硬的头上 然而 却只是火星四剑 铿锵作响 那如金属般的青色鳞片 冷光闪烁 丝毫不损 而石块四裂 坠落在地 众人倒吸冷气 这头胸情铜皮铁骨 太强大了 令人心中发寒 扑 他一爪子下去 瞬间自动口抓下数百斤重的岩石 像是锋锐的铁钩抓泥块般 轻易掘出来一大块 一群孩子看得目瞪口呆 连石洞都阻挡不住吗 咔嚓 岩石破碎的声响再次传来 青灵鹰震翅 如刀芒划过 将岩碧哥的四分五裂 巨大的石块隆隆滚落 那庞大的躯体 硬是向里挤进来 太可怕了 他能将这座矮山给剖开吗 长时间下去 该不会真能崩开石洞 将这里移平吧 皮猴弯弓搭建 那是一张龙脚硬弓 所谓的龙脚结 取自龙脚像 一般只有成年人才能拉开 在石村中 堪称最好的制弓材料 秀 一只剑羽急速飞了出去 是猛力尘 剑如流星 迅疾而猛烈 当 然而 让人吃惊的是 与剑射在青灵鹰的头上 擦出一串火花 难以穿透 这样的硬弓与利剑 都难以奏效 众人心中发毛 这可怎么办 连强弓都难伤他 除此之外 根本不可能去境前战斗 他们被困在了绝境中 依呀 我来试试 小不点从一个大孩子身上 借来一杆铁毛 足有四五十斤重 他一阵小跑 而后突然加速 向洞口那里冲去 最后猛地制出铁毛 顿时若一道闪电破空 寒光冲向洞口 十号能举起千斤重的铜顶 全力制出铁毛 穿透里可怕的惊人 刺向青灵鹰的毛子 铁毛横空 发出呼啸声 挤压的空气 都在跟着轰鸣 青灵鹰一直在蔑视地 追杀这些孩子 而此刻 眸光却是第一次露出一缕惊异 迅速摆头 不敢令铁毛刺中眼睛 枪的一声大响 铁毛距离惊人 急速飞来后 撞在青灵鹰的头上 如两块金属铁板摩擦般 火星四射 发出的声音刺耳之急 最终 铁毛坠落在了地上 但是这头胸情 眼角一侧 寒光闪动的鳞片 也掉了一枚 一缕鞋躺出 很醒目 一声高亢的琴铃响起 宛若闪电 批中人的灵魂 先是宏大 而后又转变为尖锐 如龙银般 非常摄人 几个孩子被惊得倒退 而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连忙用双手 掩住耳朵进行保护 不然 耳膜都可能被震裂 这头胸情大意负伤 因此而狂 阴谋寒冷如刀锋 死死地盯着小石号 聚找挥洞 疯狂地抓开石洞的岩壁 生猛地向里挤 石块翻滚 从数十斤到上百斤不等 在那一双利爪下 跟抚目般不堪一击 石洞再被拓开 清零鹰怒鸣 向里冲击 坏了 这头大鸟发疯了 我们该不会被他一爪子 全部暗碎在这里吧 皮猴等接近 孩子们有些后悔了 难怪大人们 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这头胸情太可怕了 这里离石村很近 组长爷爷他们 一定会听到动静来接应我们 小石号说道 没错 我们尽全力攻击 激怒他 让他闹出的动静更大些 组长他们会提前发卷 石大壮开口 抓起一块巨石 猛地砸向胸情 秦鸣更加涉人了 镇的洞内尘土速速坠落 石块翻滚 那密布灵片的庞大躯体 一步一步接近 愤怒地开凿掩壁 一群孩子 用弓箭射他的毛子 用铁毛的 则交给石号 二猛 石大壮 三个力气最大的人 让他们智出 刺青灵鹰的双眼 这片山林乱石崩飞 树叶狂舞 凶情未必眼不要害 而几次退出狭小的石洞 将附近的山地 彻底一平了 怎么回事 那头青灵鹰发什么疯 怎么跑到我们村子附近 来折腾 石村中有人发现了异常 露出狐疑之色 快速派人去 禀告几位祖老 一群人来到村头 一座高台上 向那片区域观望 组长 今天我看到二猛 大壮 还有小不点 他们鬼鬼祟祟凑在一起 该不是他们出村惹祸了吧 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说道 告知十几个稍小的孩子不见了 这群小兔崽子 石灵虎一拍大腿 猛然想起他们谈论青灵鹰石 皮猴等几个孩子 在旁探头探望 组长石云峰得息后 明白情况紧急 非常果断地说道 快去 将两件阻气取来 我们一起过去 石村最强壮的一群男子 全部出洞了 为了孩子 眼睛都红了 管你是不是太古魔秦的后裔 一样要去战斗 有的拎着数百斤的狼牙大棒 有的背着一人多高的超级大功 还有的手持多半人高的黑铁扩剑 杀气腾腾 放心吧 玩们不会有事 那只眉毛的大鹰敢逞凶 非把他剁碎了 喂树猪不可 这些汉子安慰妇孺 大声吼道 而后嗷唠一嗓子 冲进了山林 这群青壮年男子 如兽群过境 凶猛而气势强大 隔着很远就开始放剑 粗大的剑杆跟镖枪似的 而且都是铁剑 威力惊人 咚咚 成片的巨剑射出 许多树木都被击穿而折断了 非常的狂霸 像是一群高大的野人呼啸而来 大声的呵斥凶情 青灵鹰早已退出洞口 毛子冰冷 盯着这群善战者 他并无拘异 因为他才是这片区域最顶级的掠食者 只要不进山脉最深处 可以横着走 他双翅一盏 狂风呼啸 许多射过来的重剑与铁毛 都被崩飞了 当当作响 火星乱冲 而后他昂首长鸣 眼中凶光大胜 震翅而飞 向着众人扑杀了过去 七八米长的躯体 双翅一盏足有十五米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俯冲过来 声势惊人 让残枝败叶暴碎 还没有接近呢 可怕气流就已经刮得人脸生疼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防御 灵狐你记足气 族长石云风道 与这样一头恐怖的魔情后裔硬汉 肯定会损失惨重 唯有用村中祖传下来的古老宝器震慑 才有可能经退他 眉毛的大鹰过来 朝我这里冲 石灵虎大叫 顶在最前方 仰头看着那头俯冲下来的凶情 与此同时 他从怀中掏出一块兽骨 应是凶兽的壁骨 清灵鹰眸光一缩 像是有所感应 停止了冲击 死死地盯着那块没有光泽的骨头 露出戒备之色 其多半米长的黑慧 突然发出光滑 一个符纹浮现 散发着出恐怖的威压 好家伙 这头清灵鹰果然非凡 体内有血脉传承的符纹烙印 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老族长惊叹 好 与此同时 石灵虎一声大吼 他知道情况紧急 用尽全身力气催动 左臂亮起 浮现几个鼓纹 灿灿生辉 而后他猛地 将那块兽臂鼓按了上去 哄 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而上 如一股狂暴的飓风般 似有一个万兽之王复活了 惊得天空中的 胸情一震 快速上冲 拉开很远的一段距离 石灵虎的左臂光芒闪耀 那块凶兽臂鼓 竟与他手臂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血肉交融 不分彼此 非常神秘 而且 那左臂的光芒越来越盛 最后凝结为一个古老的符号 像是有一头凶兽 将要从那符纹里窜出来 推荐票原本已经第一了 但又被抄了 只差一点点 我们还能回归第一 各位看书的兄弟姐妹 我们要重新抱上去 请支援 这是古代强大的凶兽 凝结出符纹的珍贵遗骨 人族所掌握的骨纹 就是及这些罕见的宝骨发展起来的 是神秘力量的原处 凶兽壁骨 与石灵虎的壁骨 融为一体 光滑璀璨 他因此而力量暴涨 整具躯体由两米 竟不可思议地拔高到了三米 强壮了一大截 浑身绕着一条条闪电般的光束 血气惊人 清灵音长明 虽然被那兽骨散发出的气息所射 但是却心有不甘 如弯刀般的黑色鸟会处 隐隐光泽聚集 符纹越来越强盛了 他要展开攻击 一种神秘的力量正在积累 巨像鸟会 那里越发的璀璨 经得大山中的飞禽走兽 全都战战兢兢 而后夺落而逃 飞骄你也上 组长石云峰 命令村中另一个强大的男人 即第二剑阻器 石飞骄精壮有力 抛下手中的狼牙大棒 运转神秘力量 胸膛处顿时有骨纹亮起 如一颗颗星辰闪烁 他迅速从怀中 抛出一张陈旧 而又血迹斑驳的骨兽皮 猛地按向胸部 轰 一股狂霸的气息 向石方扩散 经得山林中各种生物惶恐 如一头太古一种陷于此地 令天上的清零鹰都一震 再次止住了俯冲之事 阴谋中僧寒又紧张 石飞骄的胸口光芒闪耀 那张陈旧的古兽皮 竟与他的胸膛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他的肉皮 散发出强大的生机 开始绽放璀璨的光辉 最后结出一个神秘的符号 一颗兽头若隐若现 想自那符文中挣脱出来 石飞骄像是多了一张面孔 位于胸膛上 由古兽皮与其血肉合一 而凝聚出的那个符文 光滑赤圣 渐渐化形 一头凶兽的恐怖身影 模糊地浮现 一种磅礴微压 席卷山林 震撼人心 这就是石村的另一件祖器 一张古兽皮 不知传承自什么年代 显然也是自古代凶兽身上脱落的 一凝结出一个罕见 而吸针的强大符文 人族掌握的古文 大多是自凶兽宝骨上 临摹下来的 但并不意味着 所有凶兽 都将自己的神秘力量 凝结在骨骼上 也有一些化生在皮肉 甚至心脏上 石飞骄通体光芒 越发地强盛了 宛若火焰一般跳动 浑身璀璨 在其胸口处 受吼如雷 朕的山林都在颤动 山石滚落 这可不是被人族所临摹 而后又发展与演绎的一般古文 这是最原始的力量 源泉古与宝皮 极其强大 一般的村子与部族 肯定不会有 更遑论 是一下子拥有两件族器 显然石村 不知在多少年前 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石灵虎与石飞骄 两人并肩站在一起 一同仰望空中的凶情 释放族器的力量 狂暴气息 如洪流一般逆天而上 可以清晰地见到附近的荆棘 藤木 大树等全部爆碎 青灵鹰那冷冽的毛子出现惊疑 不敢临近 像是被彻底震慑住了 双方对峙 处在了短暂的宁静期 哦 组长来了 灵虎叔他们就有吗 我来了 石洞出口处 几个孩子探头探脑 见到了远处的一群猛汉 欢呼了起来 走了 组长与阿叔他们 来接我们回家了 石洞中一群孩子 一窝蜂地跑了出来 奔向大人 而这一边石灵虎 与石飞椒等人 也以仗两件阻弃前去接应 双方快速汇合在一起 娃子没事吧 一群壮汉冲来 抱起自家的娃 翻过来掉过去地看 生怕伤到了什么部位 没事 我们都很好 只有个别人擦伤了皮而已 孩子们回应 没事就好 这些猛汉放下心来 而后一个个抡起菩萨大手 渴着劲地朝着这些娃子的屁股上拍 哎哟 疼死了 干嘛打我们 刚才不是还很关心我们吗 怎么转眼就变脸了 孩子们惨叫 一个壮汉道 一马归一马 既然没事 就得好好算一算账 毛还没长齐呢 就敢去惹魔情 不把你们的屁股拍烂 就不算是你们的老子 半空中 清零音敌视 眼中凶光毕露 但却始终没有俯冲下来 而是谨慎地对峙 不立刻采取行动 组长石云峰喝道 我们赶紧走 灵狐与非焦的古文造诣 并不是多么精深 难以真正发挥阻气的威力 趁现在回村 他自己有暗急 不适合大洞干戈 孩子们都找到了 没有人发生意外 这是最好的消息 一群人持大棒 弯具弓 小心防御 向着石村退去 将一群孩子守护在中间 哇 灵虎叔你们真厉害 这些年来 族长爷爷一直在你们身上试验 竟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 你们都是奇才啊 是啊 还有 非焦叔 你们用的是什么兵器 以前怎么没有见过 是不是必须懂得古文才能催动 说 你们可真是雄壮与威武 一群孩子在回归的路上 无视空中的那头凶情 卖力地拍大人们的马屁 生怕回去后被狠识动 少有嘴滑舌 回头笑你们 皮猴的父亲瞪眼 清灵鹰一路跟随 一直到临近村子 见到老柳树后才一阵 没有敢侵入村中 在天空上盘旋 愤怒长鸣 众人尝出了一口气 被这样一头强大的太古魔情后裔 一路跟着 心中始终紧绷着 因为一个弄不好 就会死很多人 这次动用了祖气 希望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祖长自语 祖长放心吧 在这荒山野岭谁会路过 没有人能见到 石灵虎说道 希望这样 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 蒙尘已久 不要因这次的事 而引起变故才好 石云峰轻语道 预想中的一场血战 并没有到来 他们安然回到了村中 魔情后裔在空中高抗鸣叫 奇音穿金烈石 进入村中后 一阵鸡飞狗跳 女人们冲了过来 一把搂住自家的孩子 不久前得到消息时 着实担惊受怕不已 而男人们则开始找板子 准备做这群闯了祸的崽子 小兔崽子 我叫你惹事 给我站住 阿爸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一群孩子撒鸭子狂奔 最后全部逃到了 祖长的院子中 想请他帮忙求情 让他们的父辈不要动手 进入石院后 一群孩子真是极度羡慕恨 小不点并没有挨石垛 反而在捧着一个小瓷碗 正在用小木勺舀奶喝 哇 小不点你又在吃奶 现在可三岁半了 一个孩子大叫 一压 小不点大炯 抱着小碗 用白嫩嫩的小手挡着 不让大孩子看 小脸红扑扑 长长的睫毛轻颤 底气不足的辩解 道 你们看错了 其实 在喝水 哈哈 一群孩子大笑 我们都挨揍了 你怎么反倒有瘦奶喝 皮猴好奇地问道 因为我给族长爷爷讲故事了 他觉得好听 就不怪我了 小不点大眼睛 乌溜溜地转动 什么故事 小红的故事 小红是什么 小红就是那只浑身赤红的券啊 我也给你们讲过 小不点十号很不满 一群孩子揭翻白眼 虚声道 族长要是相信就见鬼了 朱却在太古时代 也只是传说而已 现在怎么可能真有 而且还被你追逐 嗯 两年前山脉深处 不知道出了什么山堡 引来 诸多强大的太古一种 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大战 曾有一道赤红的火光 烧崩了天穷 在我们村子 都能隐约见到那里 数十日间天火不息 族长走来 这样说道 显然 山脉深处有一只火兽 但应该不是传说中的神鹊 因为那太不现实了 这时 石灵湖等人也来了 两年前的那场大战 可真是惊心动魄呀 真不知道都来了什么样的凶情巨兽 有一次 深夜我曾见到一只高耸入云的人形生物 拎着一条黑铁棍 一步迈过了树道山里 只是没有看清其真容 石飞焦探道 至今想来还毛骨悚然 大人们来了 一群孩子顿时哭起了脸 这是要识得他们 一直追到了族长这里 族长 我们将清灵硬的蛋 给一窝端了 可以孵出太古魔情的后代 将来 也许能比肩祭灵 守护我们的村子 对啊 以后我们石村 将会有非空的战情了 这可是太古魔情 后裔的三枚卵啊 孩子们表公 希望能得到原谅 你们知道 喂养这样一头凶情 一天需要耗掉多少肉 食物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都一直很紧缺 哪有多余的养三头 庞然大悟 啊 孩子们愁眉苦脸 另外 你们以为完事了 向村外看一看 一位祖老探道 孩子们登上高台 向村外望去顿时一惊 那只可怕的清灵鹰 立在一块巨石上 眸光冷裂 通体鳞片森森发光 一直守在外边 不曾离去 这种凶情最记仇 你们将他的卵盗走 他怎会善罢甘休 以后想出村子打猎都难了 石飞焦发愁 孩子们顿时脸色发白 知道惹了大祸 依呀 我们将卵还给他吧 清灵鹰没有了孩子 也很可怜的 小不点扑闪着大眼 小声地说道 这眉毛大鹰非常恐怖 如果不将卵还他 可能会闹得没完没了 村子不得安宁 即便有祖器在手 想对付他也很难 毕竟没人能发挥宝具的真正威力 村人决定将蛋送出去试试看 实在不行 再另想办法 三枚水盆大的碧玉蛋 晶莹剔透 斑纹点点 有漂亮的荧光流淌 符文的神秘力量在弥漫 神灰点点 众人刚踏出院子 还没有走出几步 锦铃组长石屋的祭坛旁 那株通体焦黑的老柳树突然动了 那仅有的一条柳枝 绿霞缭绕 如灿灿神链般垂落下来 轻轻抚过一枚蛋 顿时令它光芒大盛 兄弟们雄壮威武 妹子们窈窕婀娜若柳柳枝 总算双榜第一了 但需要巩固啊 还是需要推荐票投来 拜谢 所有人都待住了 村外 那如铁水胶筑而成的胸晴 也是一阵 获得抬头 毛子射出两道闪电般的光束 死死地盯着祭坛那里 被嫩绿柳枝浮过的蛋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光雾阴晕 像是一下子神化了 晶莹而璀璨 非常的惊人 在蛋壳上 那些斑点在发光 如一颗颗小太阳 散发强烈的赤芒 涌现出一股旺盛的生机 而且 斑点周围浮现出了更多的纹络 复杂难鸣 炫目之极 如龙蛇并起 似神却欲火飞舞 那霉蛋发生了莫名的变化 纹络交织 迅速蔓延 时间不长 整霉蛋都发生了变异 多了很多花纹 艳丽而绚烂 神灰四溢 这霉蛋的生机 比刚才强盛了 也不知道多少倍 太古魔晴传承下来的生命烙印 因是复苏了不少 这霉卵若是孵化 肯定远胜清灵鹰 族长石云峰吃惊地说道 这霉蛋有点特别 有可能继承了太古魔晴 不少印记碎片 发生了反族现象 若是这样 血脉高贵无比 远胜其父母 老柳树的嫩枝轻轻易服 就造成了这等景象 令人震撼 是他发现了此蛋的特别 还是他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让此蛋发生了变化 村人全都吃惊 看着那枚散发璀璨光辉的蛋 眼中都露出炽热的光芒 这绝对是一头难得的战情 潜力无尽 村外 浑身鳞片熠熠生辉的清灵鹰 站在那块巨石上 双眼发直 光束如皮链般射出 他似乎也不敢相信 他很想冲进石村看得仔细 但当看到老柳树后 本能的畏惧 不敢临近 在外面急促地鸣叫了起来 那条柳枝翠绿玉滴 生机盎然 轻轻拂过后 又缓缓抽离而去 不再有任何动作 显然 他兴趣不大 只是随意的一副而已 村人们敬畏 好长时间后 才平静下来 组长这煤蛋流不流 石灵虎问道 现在村人都已异动 心头一片火热 这么神异的一枚宝卵 错过的话太可惜了 没看到村外 那头凶情吗 我们要留下 他非疯了不可 石云风促眉 老柳树很神秘 也很强大 一直在守护村子 不允许猛兽来此破坏 石村是他的领域 可他也只是防御而已 从来不会踏出村子半步 更不要说去 主动进攻什么了 那头青灵鹰不敢进来 但只需要封锁出村的路 就足以让石村的人 感到煎熬 毕竟还需要去山脉中打猎 算了 将卵还点那头 没毛的大鹰吧 一位祖老说道 族人都很失望 但也没有办法 青灵鹰很强大 他是这片区域的 顶级掠食者 只要山脉最深处的 生物不出来 他便算是霸主 一行人谨慎而小心 以两件阻器护身与防御 将三枚禽卵送到村口 放在草地上 而后迅速退了回去 此时那枚变异的 弹赤圣光芒已经敛去 不再那么炫目 但是那些新增的神秘纹落 却不曾消失 与另外两枚弹一对比 俨然是两个类别 为不同鸟类的卵 青灵鹰震翅 化成一股狂暴的风 瞬间扑了过来 两翅一盏 一下子护住了三枚弹 而后仔细地盯着那枚斑纹胶织 精英闪亮的特别的淡 一声长笑 这头凶情似乎极为亢奋 奇音猎天 四野巨木摇颤 乱叶狂飞 好长时间后 他才抬起头 毛子中露出奇异之色 胸光早已收敛 盯着村内的老柳树 但却不敢踏进村中半步 赶紧带着淡走吧 有人大呼 像是宋温神一般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青灵鹰震翅 而后猛的一扇 大风呼呼作响 将三枚卵 全部推进了村中 滚向大柳树那里 啥 他不要 送给我们了 众人有点发呆 这是怎么了 怪事一桩接着一桩 他是看到了一枚蛋变异 符文密布 将来会远强大于他 想留给我族的祭灵 让我们养大 族长石云峰道 他能有这样的心思 一群人都吃惊 不要忘了 这可是 一头在体内 凝结出了神秘符文的胸情 拥有一出神秘力量的源泉骨 其智慧 应该不会比人类低 老族长道 越是强大的胸情易受 其智慧越高 传说有些太古一种 比人族都要聪明很多 俯视大地上的人类不足 犹弱神明般 族长大声询问 他是否真的 要将子嗣留在这里 结果那头清灵鹰竞点了点头 而后以目光示意 看向三枚蛋 又看向老柳树 呼 狂风大作 清灵鹰双翅一盏 足有十五六米 冲销而上 消失在了云层中 眨眼就不见了 众人瞠目结舌 就这样走了 地上只剩下了三枚金银剔透的蛋 谁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这样落幕 灵虎叔接下来怎么办 二猛问道 怎么办 事情是你们搞出来的 你们一群小家伙 去负责孵蛋 石灵虎瞪眼道 啊 不要啊 救命 一群孩子惨叫 三枚蛋 被摆在大柳树下的祭坛旁 有专门的人负责看护 静等幼鸟破壳而出 毕竟 这可是强大的凶情卵啊 非常珍贵 十几天后 咔嚓一声脆响 一枚蛋出现了裂纹 碧玉般的壳裂开 从里面滚落出一个小家伙 浑身青色 鳞片闪光 接着 另一枚蛋也裂开了 挣脱出同样一个小家伙 探头探脑 眼睛很亮 四股周围 第三枚蛋很特殊 在裂开时 先是发出一道道霞光 而后一声鸣叫传出 坚硬的蛋 突然整体碎掉 化成鸡粉 那里神灰战战 一只幼鸟出现 身体上不是青色鳞片 而是紫灵 流光一霞 如一团火焰在燃烧 比他的两个兄弟 要神异许多倍 很长时间后 那团紫色霞光彩脸去 这只灵性惊人的幼鸟 浑身覆盖灿灿紫灵 水灵灵的大眼 像是会说话般 好奇地看着众人 任谁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头很不一般的灵情 出伤了 一群孩子欢呼 跑回家中 取来肉块 就要为三头又情 突然 一声长鸣传来 云层上俯冲下来 一只庞大的凶情 迅速接近石村 投下大片的阴影 咦 消失大半个月后 那头青灵鹰又回来了 该不会是反悔 要夺回他的子嗣吧 有村人惊呼 不对 那是 人们吃惊 露出惊异的目光 轰的一声 村外尘土冲天 青灵鹰分开了巨爪 一头庞然大雾坠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大坑 土石飞溅 烟尘冲起 这是一头巨大的龙脚巷 长达六七米 高也有五六米 头上那对硕大的龙脚 闪动宝光 它极其沉重 压断了几株参天古树 此时 它早已死去 比磨盘还大的 头骨上有几个爪洞 鲜血鼓鼓而涌 被一击毙命 青灵鹰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要我们以此喂养三头幼鸟 还真跟人一样 有着很高的智慧 族人们惊叹 呼的一声 狂风大作 卷起大片残枝败叶 青灵鹰再次冲笑而去 村人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谁也没有想到 青灵鹰会送来猛兽 这种凶情 真的很有灵性与智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青灵鹰不时送来猎物 从飞蟒到巨像 各种山中猛兽应有尽有 仅过去一个月 三只小家伙 就跟吹气球一般膨胀了起来 现在已经接近两米长了 而食量也极为惊人 一天比一天大 老大叫大鹏 老二叫小青 老三叫紫云 这是孩子们 为三头又鸟起的名字 不得不说 三只青灵鹰都很有灵性 神意非常 通小人性 对他们说什么都能听懂 只是不会说人语而已 尤其是老三紫云最具灵性 同时也格外的强大 刚一拟多长时 就有一次扑扔着翅膀 跑出村子 撕裂了几头虎狼 令村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小子快来 十号在前面跑 紫云屁颠屁颠地在后面追 这另一群孩子都羡慕不已 这只神医的幼鸟 跟小不点格外的亲 揪揪 紫云跑到近前来 用一对灵翅帮小不点捶背 很难让人联想到 这是一只凶悍的青灵鹰 真是马屁精 不就是小不点教你古文了吗 一群孩子愤愤撇嘴 小不点别出心裁 非要教三只青灵鹰学人类研究出的古文 结果这头变异的紫云学得特别起劲 比人类还聪明 与它越来越亲 秀 小不点抬起手臂 符文亮起 双臂都密布很多纹落 灿灿生辉 而后一指点出 吃得一声地 废出一只赤红的小券 让前方一株大树燃烧了起来 啪 啪 紫云用双翅互拍 啪啪作响 像是在鼓掌称赞一般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更是眨洞 张嘴啾啾叫个不停 露出讨好之色 哇 这鸟真成精了 才一个月大 就懂得这么多了 可比人类一个月识强太多了 一群孩子大叫 吭哧吭哧 另外两只青灵鹰大鹏 还有小青也跑了过来 用头蹭小不点 有智慧的凶情 比人类更渴望力量 教他们古文 可以令他们加速成长 在此期间 小不点十号也收获极大 因为青灵鹰作为太古魔情后裔 体内自然生有宝骨 结有一枚强大的符文 神秘力量惊人 它一直在观摩 这种原始的宝骨生出的纹络 专属于这一种族 越是强大的太古一种 越是不允许此符文外传 否则必然尽全力追杀 还好 这三只幼鸟特别 是被村人养着的 此原始符文及其吸针 远胜人类研究的一般古文 唯不传之密 可称之为宝符 可以说 这样一种符文 抵得上人足一部很强的古书 但凡体内能自然生出符文的生物 都绝对不凡 而石寸的两件阻弃 就是自两头超级恐怖的太古一种 身上脱落的 经过打磨 祭练 才成为了现在的可怕宝具 最近一段时间 小不点十号常与三头幼鸟私混 摸索出了不少门道 组长石云峰也乐得他们凑在一起 尤其是紫云 他发生了反族现象 即便只传承了太古魔情部分印记 那也将是十分可怕与惊人的 其体内的符文 绝对称得上秘古宝书 这若是传出去 肯定会让一些不足都动心 清晨 红色的太阳在雾气中升起 淡柔的霞光洒落 将山林中的浓重物矮 都染上了彩色 缓缓流淌 空气很清新 露珠在草叶与藤蔓上滚落 石寸一群青壮年男子要出发了 又将去打猎 阿叔你们进入山林要小心呀 小不点十号带领三头幼鸟 正在嬉闹 这时屁颠屁颠地跑来送行 仰着小脸 眼睛很亮 挨个地问好 他睡得早 起得也早 一群青壮年男子哈哈大笑 走过来捏了捏他那红扑扑 像大苹果般的稚嫩小脸 一起大步向山林走去 小子再让我看一看 你体内结成的符文到底怎么回事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嬉闹过后 小不点伸出白嫩嫩的小手 搂住紫云的脖子 显得很轻腻 让他放松并显化宝骨上的印记 以方便他探究 揪揪 大鹏还有小青不满 凑过来 用脑袋蹭他的小手臂 大鹏别闹 一会儿我也要研究 你的符文 小青一会儿 我带你去抓交鱼翅 现在别打扰我 小不点也同样搂住他们的脖子 进行安抚 事实上 现在的三头幼鸟 可比十号高了一截 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它都是村中的小不点 哇 原来这么运转 变化好复杂啊 反傲得跟很多行程排列一般 小不点看到自子云体内 宝骨浮现到体表上的璀璨纹落 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次终于是看明白了很多 啾啾 大鹏与小青也很好奇 看着自家兄弟体内生长出的符文 眼睛一眨不眨 像是要记下来 努力消化在头脑中 大鹏 小青 让我来看一看你们的宝符 小不点转头 将注意力放在另外两头青灵鹰身上 他不断地摸索 触碰他们的宝骨 那里晶莹的光辉浮现 神秘的符号显化 将鳞片都映衬得一片剔透与绚烂 小不点认真思索 完善多日来的所思所得 而后闭起了眼睛 口中喃喃自语着 应该是这样 繁复地纹落相连 演化 然后发光 神秘力量涌现 秀 小不点的左手光辉点点 而后一个灿烂的弯月冲出 迅速飞向远处 咔嚓一声 将一株参天大树 一下子斩断了 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烟尘弥漫 哇 小不点他成功了 竟学来了青灵鹰的本领 那可是 一枚原始宝符啊 太强大了 不远处 一群孩子见到 当时就惊住了 进声 组长出现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惊动了他 让孩子们止住声音 不要惊扰到 先是露出迷茫之色 而后又陷入思索的十号 小子再让我看一看 从大鹏 还有小青那里得到印证 我似乎有点懂了 十号抱住紫云的脖子 眼睛明亮 像是明误到了很多东西 紫云长明 通体宝灰绽放 显得神圣无比 虽然还幼小 但是却已经有了一种 不容侵犯的威严气息 令村人一阵心惊 一个繁复奥妙 始终在变化的符文 显现在他的体表 让一身紫灵 都晶莹透明了 甚是绚丽 小不点 眼睛出现神灰 像是宝石在发光 盯着宝符一眨不眨 好长时间后 他的一条手臂才轻颤起来 壁上有一道 赤光在游动 冲到他的掌心中 而后挣脱了出来 枪 那光竟如宝具出窍般 发出了一声金属颤音 一轮明月灿烂而神圣 飞了出去 吃得一声 斩在一块五六米高的 坚硬巨石上 迎月原地旋转 咔嚓一声 那巨石瞬间被分成了两半 断面平整 轰隆一声 那足有数千斤重的 上半截实体 坠落在地 土石崩飞 尘雾弥漫 远处 一群人石化 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一轮明月浮现 直接斩掉了这样一块 坚硬如铁的巨石 实在惊寒人心 好强大的符文 这紫色的幼鸟 果然继承了 太古魔琴的部分印记 再现了出来 族长石云峰很激动 道 小不点真的很厉害 这才一个月啊 竟然能摸索出 这种原始宝符的秘密 天资惊人 紫云 大鹏 小青 也露出金色 他们还年幼 还远不能发挥 体内符文的神秘力量 见到这个结果 全都很兴奋 族长爷爷 我好像弄懂啊 小不点眼睛泛光 高兴地喊道 石云峰快步走来 小声告诫道 刚才你所用的原始符文 绝对可以称得上的密鼓宝书 极其罕见 强大的让人生味 以后不到关键时刻 不要轻易施展 小不点扑闪着大眼 挠了挠头 问道 能有多强呀 应该还不算完善呢 我觉得 那轮音乐上 还有一棵树 以及一座宫殿能显现出来 可我现在还做不到 最起码 现在就已经能和你灵虎书 还有非焦书一争高下了 密鼓宝书 绝对是让一个不足 都很渴望的东西 族长郑重说道 小不点文言 认真点头 而后憨憨地笑了 很纯净 这一天 他不断演练 进一步完善 连族长都阵阵惊叹 他竟帮不上忙 太阳下山 夕阳染红天边 一群狩猎的人回来了 猎物不是很多 而且 有人被抬了回来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村人们冲了出来 都很紧张 放心 没有人死掉 不过皮猴的父亲受伤不清 被人射了一箭 伤到了肺炎 石灵虎脸色不是很好 怎么回事 几位祖老都出现了 向他询问 是数十里外的被村人干的 一年半载都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现在不知道为何 进入了我们的狩猎区 与我们争夺猎物 还差点射杀皮猴他父亲 希望巩固第一位置 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后面抄过去 离得很近 阿爸 皮猴大哭 从村中冲来 一下子扑到镜前 抱着石手山的一条手臂 眼泪沉串串地滚落 哭道 你怎么了 谁将你伤成这样 他的母亲也跑来 泪眼婆娑 抓住石手山的一只手 守在一旁 轻声哭泣 哭啥 不就是挨了一箭吗 平常打猎 经常被猛兽厮伤 留这点血算什么 石手山瞪眼 不让他们哭 他是一个很硬气的汉子 他的上半身血迹斑斑 一只铁剑射穿了他的护身钢甲 穿透又肺液 透背而出 一米三长的大剑杆金属光泽冷裂 沾染着血水 触目惊心 大嫂还有大侄子 你们都别哭 守山兄弟没有性命危险 养上一段时间 就会撞得跟一头蟒牛般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石飞骄劝道 这种伤着实不清 即便石手山身体强壮 也不能大意 否则可能会落下严重的病根 一声体虚与哮喘 还好 石灵虎等人 已暂时为他处理了伤口 将山中的老药咬碎 敷在了上面 同时为他吃下了几位足老 以凶兽真血等熬炼成的药伞 别哭 活着回来就好 组长石云峰走到镜前 猛地拔出了那只铁剑 一道血 顿十字伤口喷出 他动作迅急 掌心光芒一闪 符文若星辰般亮起 快速压落 血迅速止住 伤口也闭合了 石云峰自怀中掏出一个浴罐 倒出两粒清香扑鼻的紫色药丸 捏碎一粒后 涂抹在伤口上 另一粒则让他吞服了下去 石守山被抬回了家中 村中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一大群人来看望 送来了各种滋补身体的老药 肉干等 很热闹 村民很朴实与热心 大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小不点也送上了一份心意 带来了一篮子自己最喜欢吃的红色浆果 到底怎么回事 组长的院中 一群重要人物齐聚 石云峰皱着眉头询问 组长 的确是被村的人惹事 越界到我们这里 抢夺守山射杀的一头六足驼 还狠下杀手 若非守山躲避得及时 那可真是一箭穿心而亡啊 石灵虎恨恨地说道 众人闻言变色 这是下死手啊 下手这么狠 真是不讲规矩啊 虽然两村相隔数十里 各守一方 几乎不见面 但毕竟同生活在这片山脉 怎么也要讲一些情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一位祖老探道 石飞交道 出手的是一个崽子 能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长得倒是一副好脉象 白皙俊俏 但心真的很歹毒 朝着守山一箭射来 就像是在沙野兽般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冷得可怕 石村的一群人 当时就怒了 一起向前冲去 但对方也毫不示弱 数十人迅速聚集 非常强硬 针锋相对 若非恰巧山脉深处 一头酸泥发狂 猴得群山震动 山石滚落 双方都担心 迅速退走 不然可能会有一场 严重的流泻冲突 为什么这样咄咄逼人 难道觉得很强大 可以无视我们的感受了吗 不然怎能如此欺人 几位祖老也有些怒气 生活在大山中 强大的壮年男子 对一个村落来说非常重要 对方竟然这样肆无忌惮 说杀就杀 有人补充道 那个崽子很不简单 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看着他像是在面对 一头成年皮修 强大而又凶残 冷酷 这么说 贝村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少年 看来这一族强大了很多呀 现在很鼎盛 而心思也就大了 族长清语道 微眯着眼睛 看向贝村方向 随后 他转头看向石灵湖等人 道 我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日后小心防备 若是他们得寸进尺 该怎么做你不要犹豫 我知道 石灵湖点头 转眼又过去了大半个月 贝村的人时常越界 甚至在这片区域 挖下很多寿坑 石村的人物坠当中 差点被坑底风锐的铁毛洞穿 为此几乎发生流血惨战 但最后关头贝村的人退走了 他们怎么会这般疯狂猎杀猛兽 就是人口激增 也不应这样 他们的村子 多半发生了什么事 组长石云峰做出推断 经过几次冲突后 贝村的人收敛了不少 但是石村的人却不放心 派人夜间摸了过去 远远地听到 村中有阵阵嘶吼声 很惊人 先不要理会了 只要他们不过分 还是不要血平才好 生活在这片山脉中都不容易 一位祖老道 就这样 一切又都恢复了宁静 数日后 石村运气不错 狩猎甚风 在山中遇到了猛兽暴动后 留下的一地尸体 有强大的异兽战斗 殃及了数十里山林 很多走兽遭殃 山脉深处 不时有太古一种发生冲突 相互厮杀 可能会引发可怕的灾难 这一次就是如此 还好 没有波及到村子 组长 光龙脚巷就死了八头啊 还有几头雪白的月曦 更有不少其他巨兽 若是制成肉干 足以够我们村子吃很久 石灵虎带人拖回来的部分 召集人手 再去遇那些猛兽 好 好 好 祖老们都很高兴 很多村人出洞 去山中接应 啊 好多巨兽啊 我们也去 肯定会收集到诸多针鲜 一群孩子嗷嗷直叫 近年来 见到小不点的本领越来越大 一群孩子都坐不住了 不再抗拒药语 每次都很配合的 在铜顶中洗礼 现在得知 将有大批珍贵的宝雪到来 自然很兴奋 我也去 大鹏 小青 紫云 你们在村中等我 要乖哦 小不点十号也要跟随 然而 男女老少一大群人 刚走到半路上 就看到了石飞椒浑身是血 带着一群族人逃了回来 劈头散发 很凄惨 飞椒怎么了 石灵虎大声鹤问道 虎哥 又是贝村 他们截杀我们 抢走了剩下的所有猎物 石飞椒 咬牙切齿 什么 真是欺人太甚 我们一再容忍 将我们的好脾气 当成懦弱了吗 石灵虎怒猴 石村的人都不干了 一二再而三 贝村的人一直盛起凌人 这不是第一次出手了 有没有兄弟丢掉性命 没有 不过有几个遭受了重创 脾葬等被铁剑射穿了 不知道会不会落下病根 什么 下手这么狠 跟他们拼了 村人顿时炸窝了 屡次被欺辱 就是倪人 也有三分火气 那个十四五岁的小崽子 真歹毒 那几件都是他放的 若非他们村中的一位老者摇了摇头 他绝对会连杀我们多人 二猛的父亲浑身是血地说道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崽子而已 能多厉害 难道你们还被他气了不成 村中来接应的 一位瘸腿汉子不满 自然不怕 只是他们人多 是我们的树辈 那崽子很强大 看着白皙俊俏 但心思歹毒得很 千万别大意 几个兄弟的胸前 都垫着三层金刚后甲 全都被他射穿了 村中也只有我和虎哥能做到 石飞椒补充道 抢回来属于我们的猎物 绝不能忍下这口气 每一位村人都心火沸腾 五脏根油烹般 非常愤怒 一群人号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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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冲向山林深处 这一次被村的人实在太过分了 超出了他们所能容忍的底线 阿福叔你也受伤了 一定没事的 很快会好起来的 小不点看着满身是血 平日常为他采摘江国的石符 握紧了小拳头 安慰一番后 追向了前方的大队人马 石村众人急速奔行 迅计来到山林轿深处 这里参天巨树折断 千年藤蔓被毁 还有各种兽血 一片狼藉 两头一兽曾在这里激烈战斗 引发暴乱 导致走兽死了很多 再加上被村人 再次截杀石飞椒等人 这里一片凌乱 那如小山般的寿师堆 已经被被村的人搬走 空空如也 石灵湖等人赶到这里后 咬牙切齿 真的是欺人太甚 村人辛苦打到手的猎物 就这样被抢走了 追 他们毫不停留 一路上向着被村方向而去 料想那些人 搬着沉重的巨兽走不远 山中有明显的痕迹 猛兽的毛发 鲜血 鳞片等 指引了被村人离去的路径 小心 奔在最前方的石灵虎一白手 让众人停下 扒开前路上一大片枯草与败叶 顿时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大洞 里面插满了铁锥 直指向天 这要是坠进去 非被扎成筛子不可 这帮被崽子 真是狠毒 石村中人更加愤怒了 这还在他们的地界 被村的人行事肆无忌惮 这样不止 绝对会造成血腥悲剧 奔行出去八九里路 忽然一道进风扑向石灵虎的咽喉 冷悠悠的寒光像是来自地府 射人心魄 这是一支长达一米三的粗长铁剑 快于闪电 可杀人于瞬间 这种可怕的力量与速度 绝对能射穿龙脚像的灵甲 这也就难怪 为何能射穿石村 身穿三层金刚后甲的人了 非常恐怖 太突然了 在深山密林中 这样一支可怕的冷剑射来 防不胜防 石灵虎勇猛过人 反应迅疾 快速侧身 显而又显 这冰冷的铁剑 擦着他的脖子 带起一串血花飞了过去 疲惫箭头划破一块 只差一点就一剑洞穿喉咙 直到这时 尖锐的呼啸声才传来 那是剑杆划破长空的声音 远远慢于铁剑本身 可见其速度有多么的可怕 枪 铁剑没入远处一块山石中 直接穿进 铿枪作响 摩擦出一串火星 甚是恐怖 这么强大的力道 这样的重剑 有几人敢阴风 真要被射中 那就是一个透心量 现场鸦雀无声 石灵虎摸了摸脖子上 被擦掉的一块皮 眼中寒光闪动 只差了一点 就被人一见毙命 远处的山地间 一个少年持功而立 神色冷峻 眼眸中冷酷光芒闪动 盯着这里 又是那个崽子 石飞娇等人 顿时怒火冲天 这个神色冷漠的少年 接连重创数位村中 壮年男子了 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身材高挑 发丝黑亮而柔顺 皮肤白皙 整个人很俊美 只是眼睛很冷 略微破坏了美感 令人感觉到了一种 野性与残酷 在其身后 七八十人正拖着一头 又一头巨兽 在山地上前行 留下一些血迹 草贝与荆棘 都被压断了 贝村的崽子 你除了会放冷箭 还会什么 有种过来 我一巴掌 削掉你的脑盖 有人怒吼道 那个俊秀的少年 眸中冷芒一闪 直接弯弓 对准了他 石灵虎剑撞一言不发 手持一张 以龙角之城的 多半人高的黑色大弓 迅速张开弓弦 搭上铁剑 直接射了出去 当 两只粗长的铁剑 在半空中碰撞 火星撞出 声音刺耳之急 同时止住去世 坠落在地 众人倒吸冷气 那个少年的剑法 与臂力太惊人了 才十几岁而已啊 就能与石村 最强壮的男人 石灵虎一针高下 枪 枪 林中火星四剑 接连十几只铁剑 两两对撞在一起 坑枪作响 宛如一片流星雨 纷纷坠落在地 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 神剑惊慌铃 这个少年 跟石村最强壮的男人 石灵虎 平分秋色 不分上下 这让一群人吃惊 这个少年双臂一阵 最起码能举起 五六座千斤重的铜顶 这让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强的一个俊杰 一个厚生小子 年龄这么小 就能有这样的惊人神力 令人生惧 石村的朋友恕罪 我们现在 需要大量的猛兽 这次的猎物 就让丢我们吧 以后会有后报 贝村的一个中年人 出面喊道 声音很洪亮 为了抢夺我们的猎物 你们半路截杀我族人 下手狠毒 渐渐穿透脏腹 令树人重伤垂死 还请我们恕罪 呃 视作镜 却这样泰然 适合盗脸 石灵虎怒斥道 一旦争执 发生冲突 自然少不了流血 这是大荒男儿 都知道的规矩 贝村狩猎队伍的首领道 不服 就放马过来 贝村另一个地位不低的壮年人 更加强硬 石村的人肺都要气炸了 被人截杀 夺走猎物 对方还这样强势 一点道理都不讲 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就战吧 石飞骄怒吼 还怕你们不成 贝村狩猎队伍的首领回应道 他十分雄壮 高足有两米三四 有一种压迫人的气息 枪 枪 兵器出鞘的声音不绝于耳 很多人举起了多半人高的扩建 寒光闪烁 杀气弥漫 冲击的林中的树叶都速速坠落 我劝你们 从哪来的回哪去 再敢向前走一步 我一见一个射杀你们全部 这次绝不留情 贝村那个俊秀的少年突然开口 口气冲得让人肝火大动 恨不得掀一剑将它射穿 石灵虎怒道 崽子 你还没有成年就有这样大的本领 确实很强 但是如此跋扈 形势很辣 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与此同时 他弯弓搭建 直接射杀向前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能怎样 唯有一战 当 铁剑又一次碰撞在一起 镇的山林都有嗡嗡颤音 杀 石村众人或张开鞠躬 或手持扩建 或轮动狼牙大棒 如猛兽出炸般 带起一股狂风向前冲去 急得乱叶飞舞 至于贝村的人 一个个人高马大 强硬无比 也冲了过来 一场混战即将展开 就在这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如灵雀般 迅急地冲到了最前方 大声斥责道 你们抢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还要杀阿叔他们 阿福说人那么好 那么善良 都差点被射死 你们都是大恶人 石浩的小脸 因为激动而胀得通红 一双小手握得很紧 眼中充满了怒火 他自幼生长在石村 体会到的是温暖与温馨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蛮横的人 贝村众人惊讶 而后大笑 没想到除缺一些半大孩子外 石村还有这样一个幼童跟来 这不是给他的族人添乱吗 秀 铁剑破空 贝村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一脸的冷漠 张开了那把可怕的大功 直接要射杀小不点 石村众人眼中喷火 愤怒到极致 那可还是一个孩子 小不点平日间乖巧可爱 对方居然连一个幼童都要下毒手 令人发指 石灵虎弯弓搭建 想要救援 破掉那个少年的铁剑 可是脸上转瞬间变色 因为这一次 那少年一公开四剑 四道冷光如闪电 一般飞来 而石灵虎指来得及射出三剑 对方强的惊人 当 当 其中三对剑撞在一起 坠落在地 还有一只一米多长的粗大铁剑 冲向小不点的咽喉 忧了而射人 小不点一手抓向铁剑 惊得村人大叫 快躲开 他们知道十号天赋一饼 可毕竟还不到四岁 虽然举起过千斤重的铜顶 可对方年龄更大 神力更惊人 能举起五六座顶 可与石灵虎一针高下 你连孩子都下得了手 石村的人目自欲练 当 然而 让人吃惊的是 小不点的左手展在剑杆上 将其震得斜飞了出去 另一群人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只有少数人见到 他的掌心有一个符号闪过 迅速熄灭 Soul 小不点月起 静止向着贝村那个少年那里 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